在上個星期我們開始討論第四章關於國家 那當然我們在上禮拜也說過 第四章的國家主要是偏重於 所謂的一個國家的一種 所謂的制度設計的介紹 那麼包含了關於國體 以及選制的一種這個制度設計 那麼這是我們在第四章 所要討論的重點 那關於政體部分的話 是以後下學期還會討論到 那關於國體的部分呢 跟選制的部分 我上禮拜也說過呢 這一章我們會做非常多的一些 補充的資料 來把課本的一些內容呢 做不同的一些形式的這個展現 那麼上一次上課我也提醒同學 我們在這個我的個人網頁上 有放了關於國體部分的一些補充資料 請同學們自行去影印 那上禮拜呢我們已經開始討論到 那麼基本上我稍微在這個 做一個簡單的摘要 那麼上禮拜我們所介紹的國體部分 我們主要是以國家元首的產生方式 那麼以及所謂的政治權力在中央跟地方的 分配方式來區分國體 那第一種國家元首的產生方式來說的話 我們把國體分為所謂的君主國跟共和國兩種的國體 那所謂的君主國就是以國家的元首是由世襲的君主擔任 而共和國的話就是指國家的元首是以人民以選舉的方式 無論是直接或間接的選舉方式 選舉產生的 這是一種常常見到的區分國體的方式 另外一種區分國體的方式呢 就是以政治權力在中央跟地方的分配方式來區分的話 我們將國體呢大致上 封為所謂的單一國聯邦國跟邦聯 那關於邦聯的部分其實有些學者認為它並不是一個 太完整的國家形式我們等一下再會進一步說明 所以最主要其實還就是所謂的單一國跟聯邦國的區分 那關於單一國跟聯邦國還有這個邦聯的區分呢 我們在上禮拜開始呢已經用一些我們在這個補充的資料來做介紹 那今天我們就從這個部分呢繼續來探討起 上個星期呢我們介紹的單一國主要 我們曾經談到目前全世界呢 這是最常見到的一種國體的形式 全世界有百分之超過百分之這個 70以上的國家其實都是屬於單一國 那麼地方政府的權力呢 完全是來自於中央的授權 所以它是一種階層體制 那麼地方完全聽命於中央 當然它有它的優點又有它的缺點 我們等一下會進一步來說明 另外一種次常見的一種國體的形式呢 就是所謂的聯邦 聯邦制 那麼當然聯邦制目前全世界大概就20多個國家採行 但是卻佔了全世界領土的一半 當然可以想見的其實採取聯邦制很多的國家呢 都是因為它的領土廣大治理不易 所以要用聯邦制的方式來治理 但是除了這種所謂的因為領土廣大之外 目前全世界採取聯邦制的國家呢 各有它不同的一些因素 所以呢上禮拜呢 我們特別針對聯邦制的採行 那麼幾個主要的一些理由來加以逐漸的探討 我們上禮拜所介紹的第一個主要採取聯邦制的理由 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所謂的領土遼闊 Large size 國家的面積太大了 所以必須採取聯邦制 那麼美國當然將這些國家 都是採取聯邦制的一個主要的這個例子 第二個呢 主要的理由呢 就是說先前存在著強大的地方政府的存在 其實美國也是如此 原來的13個州其實都還這個 具有類似一種這個國家的一種性質 而他們為了共同的需要必須成立聯邦 但是又不太願意放棄自己的原來的權利 所以呢在妥協之下呢產生了聯邦制 好這是在美國建國初年 其實從邦聯走向聯邦 而在聯邦制的辯論中間 當時所謂聯邦派反聯邦派的鬥爭 這個辯論都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各個州是不太願意將他們的州權 做太大的犧牲的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妥協的結果呢 需要中央政府 可是又不願意給中央政府太多權力 而產生了所謂的聯邦制 那麼第三種呢 就是說試圖來創造一種所謂的統一 或者是容納分歧 那這主要是在一個多民族 多種族的一些國家 那麼一些國家呢 可能有不同的宗教的因素 族群的因素等等 那麼 但是必須要維持一個統一 免得國家四分五裂 所以才有聯邦制 來尊重各個地方政府 尊重各個民族或宗教 他們的一個相當高的一個自主性 而產生了所謂的聯邦制 當然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舉例來說 像是瑞士 像是這個俄羅斯 或者是像印度 都是如此 我們知道瑞士雖然領土不是很大 為什麼採取聯邦制呢 主要就是因為他們的多民族的特性 他們是由三大民族所組成的 語言宗教文化都不太一樣 所以要為了維持瑞士的統一 所以聯邦制是一個不得不採取的制度 而另外一方面 像是這個印度的話 我們也知道呢 其實它這個印度境內的這個宗教 語言文化的差異性更大 那麼而採取聯邦制 將全印度分為28個省 每個省有相當高的一個自主性 那麼來維繫整個印度的一種統一 而不至於分裂 所以聯邦制的採情 對這些國家而言的話 是一個所謂的能夠 我們該說的是accommodated diversity 能夠容納這個所謂的分歧的一個 重要的一個所謂國家制度的一種設計 好 今天呢 我們就從這個地方繼續往下來談 聯邦制除了我們剛才所說的一些因素之外 領土遼闊啊 那麼或者說先前存在了一個強大的地方政府啊 或者是為了要維持統一 容納這個多元意見之外 還有其他的一些比較次要的理由 我們來談第四個 當然如果各位手上已經有影印的資料 那當然是OK 就看到我們的影印資料上的東西 如果沒有的話 我還是會把一些重點寫在黑板上提供 應該很多東西還是忘記了 的這個參考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 观看 最后两点理由 一些国家采取联邦制 虽然在全世界国家并不算太多 但是还是蛮重要一种国家的体制 第四个理由 是为了要希望集中权力 要concentrate power as a resource 要集中权力跟资源 那么这也是部分的国家 采取联邦制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 那么第四个因素就是希望能够将一些地方的一些权力跟资源集中 当然我们简单的说团结力量大 有一些地区可能是过去维持的一些比较弱小的一些国家 那么但是为了有一个共同的敌人 像是课本上最后举的意思 当时阿拉伯世界 那么曾经一度试图来成立联邦 为了要对抗以色列 因为个别的国家跟以色列打 每次打都输嘛 那关键合起来跟他一起再打 对不对 这个单打独斗打不过 打群架可能会有机会获胜 那过去的话像是这个 这个很多的一些其他的地区 像过去越尔曼的地区等等 很多他们可能原来是一些弱小的邦联 可能没有办法应付强大的外敌 像是俄国或者是法国 他们希望能够进一步的来联合起来 所以事实上很多的一些国家 那么因为存在了强大的敌人 那么所以说他们为了要集中权力 集中资源来抑郁外务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那么若干的小国 把它合起来成了一个联邦 但是本身还是保有一定的自主性 这是成立联邦制的另外一个因素 当然也如同这个我们的讲义上所写的 而这些情况像他们所举的一些例子 什么肯亚跟坦尚尼亚 那么这些一些非洲的国家 或者是过去的阿拉伯的国家 很多的埃及等等 你现在曾经要筹组什么阿拉伯联邦 但是几乎都失败了 所以这样子的因素所筹组的一些联邦 往往存在的时间都非常的短 而忠告失败 主要的理由还是什么 主要理由还是说 这些国家原来的国家本身 他不太愿意放弃原来的权力 你要把多少权力让渡给这个中央的政府 那很多国家都不太愿意 觉得有需要 但是又不太愿意放弃自己太多的权力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 中央跟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平衡 往往没有办法达成一个 大家都能够接受的状态 所以往往最后还是终归失败 所以在历史上有很多这样子筹组联邦的例子 都试图来做 但是最后搞得游民无实 或者最后还是就裂解了 没有办法继续维持着所谓联邦的运作 这是第四个因素 那第五个因素是什么呢 第五个因素跟第四个因素看起来正好相反 这什么意思 第五个因素就是说 希望分散政治权力 我们刚才第四个谈的是希望集中权力 对不对 跟资源 第五个反而希望分散权力 它的理由正好是不一样的 我们刚才说过呢 第四个原因是说 过去很多存在了一些弱小的国家 他们希望合起来组成一个比较强而有力的中央政府来应付外敌 而第四个是过去的中央政府权力太大了 反而容易造成独裁专制等等 所以呢 他们希望呢降低中央政府的权力 把权力下放到地方而成为联邦 这是另外一种不同的思维 当然讲义上所举的例子 像是过去的这个西德 因为过去曾经走过纳粹德国的阴影 希特勒的专制独裁 所以呢他们害怕 二次大战之后 这种德国的这种独裁政治再新 为了要防止这种法西斯政权的再起 或者是独裁政治的再新 所以说在西德的基本法里面 就刻意的把一些权力下放到地方去 不让这个中央政府有太大的权力 而形成联邦 比如说以目前的德国来说的话 那么他的立法权主要是留在中央 就是德国的很多的重要法律 还是由国会 这个全国的国会来做立法 但是呢 德国的许多的一些行政权跟司法权呢 却是下放到各个邦去 让中央没有太独断的 这个司法跟行政权力 让各邦拥有比较高的 这样子的一个自主性 所以呢 就是为了避免过去希特勒的 纳粹独裁的再新 所以呢反而刻意的设计成联邦制 这是另外一种比较罕见的 但是也是成立联邦制的另外一个因素 这是我们大致上按照讲义的内容 所大致上介绍的成立联邦制的几个 重要的一些这个因素 当然我们还是说过 大部分的国家实施联邦制呢 还是因为领土太大了 比较不容易治理 这是最多的国家采取联邦制的因素 好 请各位看到我们的讲义的下一页 那接下来呢 我们所介绍的是邦联体制 这个Federation跟Con-Federation是满有趣的 两个英文字 我们中文翻译也满有趣的 Federation叫做聯邦 Confederation叫做邦聯 很多人也搞不太清楚 到底怎麼回事 這兩個字倒過來 但是意義上是不太一樣的 那麼邦聯這種體制 當然按照我們的講義 甚至我們原來課本上 都還是把它視為一種國家 國家的形式 但事實上是有爭議的 比如說某一些學者 他並不認為邦聯 是一個非常完整的國家 因為他中央政府 有時候在某些情況之下 權力是非常小的 基本上每個地方政府 他就是獨立的國家 如果各位看一下 我們等一下回到課本 以及這個講義內容所說的 我們所引用的這兩份資料裡面 都把歐盟視為邦聯 好 歐盟視為邦聯 可是現在 其實大部分人想到歐盟 都不會把它視為一個國家 當然在這個 李斯本憲法 這個條約之後 歐盟似乎逐漸逐漸的 希望進一步的走向聯邦 希望他的這個 位於布魯塞爾這個總部 權力越來越大 但事實上現在各國 要放棄主權 真的是談其 這個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那麼 當然從某種形式而言 歐盟就好像是一種邦聯 但事實上 我們說在學術界 就有不同的看法 有些人認為他就是一個邦聯 類似一個國家的形式 那有些人認為說 基本上還是把歐盟 視為一種叫做國際組織 他還是一種國際組織的類型 還沒有真的像一個國家的概念等等 那當然有些學者就說 歐盟是unique 它是非常特殊的 它既不是單純的國際組織 它也不是單純的就是一個邦聯的國家 它是一個非常unique的一個 一個架構 所以對於歐盟的定位是很難說 但是無論如何的話 那麼你把它視為邦聯 或不把它視為邦聯 都會看得出來 其實邦聯這樣子的一種國家形式 事實上是有一些爭議的 所以有一些書籍 根本介紹國家的國體就是介紹單一國跟聯邦國 根本歐盟就不介紹 但是我們所用的講義跟課本 都還是把邦聯視為國家 所以我們還是把它作為一個討論 順便來做一個對照 那講了半天 什麼叫邦聯 基本上所謂的邦聯 如果各位手上有我們的講義的話 它就是一種所謂的組合 一種association 就是一些國家的組合 當然這些國家基本上都是一些弱小的國家 我們剛才說過 這些國家為了 跟剛才所謂的講的聯邦有點類似的因素是 為了抵禦外務 為了共同防禦的需要 或者是為了要促進 這些國家彼此之間更進一步的合作關係 包含像商業貿易等等 那麼而進一步的利用條約的方式 在這些國家之上成立一個組織 成立一個架構作為協調的一個機制 或促進各國之間合作的機制 這個說起來滿懸的 我們舉個例子來說好了 像過去19世紀 日耳曼地區就曾經以邦聯的形式存在 在這個所謂的逼斯邁 他們統一德國之前 基本上日耳曼地區就是一些城邦國 一堆小小的國家 一個城市形成一個國家 這些小小的城邦國 形成一個所謂日耳曼邦聯 叫普魯士 普魯士邦聯 他們可能有共同的防禦條約對不對 因為這些小國家 不可能跟什麼波蘭 俄國或者法國作戰 但是他們成立一個很鬆散的一種 在國家之上的一個普魯士邦聯 就是說如果你法國有一天 打我們任何其中一個國家 我們就集體跟你對抗 為了維護就是共同防禦的這種條約一樣 我們彼此互相幫助 否則的話就很容易被人家各個擊破 所以為了共同軍事防禦的需要 當然我們也知道這些城邦國 彼此之間都是同樣的文化 所以彼此之間貿易往來 各種文化交流本來就很頻繁 所以成立邦聯使得各國之間 比如說簽訂什麼自由貿易區 彼此之間就不要有關稅什麼等等 促進進一步的商業貿易的一些行為 所以我們剛才說過 過去的像是19世紀的普魯士地區 對外為了要抵抗共同的敵人 對內為了要促進彼此之間更進一步的商業貿易的交往 所以他們當時就成立一種邦聯組織 可是這些國家彼此之間 都還是被視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他們還是可以互派大使到對方去 對不對 我派大使去你那邊 你派大使來我們這邊 每個國家有他自己的元首 每個國家有他的國旗 有他一切具有國家的象徵的這些東西 那麼還有自己的軍隊 還有自己的這個外交等等 但是他們為了共同需要 在他們上面成立一個以條約方式 就看他們願意給他多少權利 成立一個非常鬆散的這樣子的組織 所以這樣子的中央政府 究竟可不可以視為一種主權國家的象徵 其實我們說是有爭議的 但是這就是所謂的邦聯體制 而在歷史上 這樣的邦聯體制曾經在不同的國家出現過若干次 比較具有代表性的 那麼國家 我記得黑板上提供各位做個進一步的參考 這是在從國際政治史上來看的話 在這個所謂的歷史上比較著名的幾個 存在過的邦聯的形式 一個就是我們剛才所介紹的普魯士 他從1815年 瑞士也是18 為什麼都是1815年 我們知道1815年就是所謂的這個 維也納合會嘛 對不對 拿破崙戰敗之後 這個所安排的這個 這個維也納合會安排歐洲的 恢復到原來的歐洲秩序 那當時的普魯士就是以邦聯的形式存在 從1815到1866年 我們剛才說過理由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 對外對內的一些因素等等 所以他們在各國之上成立一個 以條約的方式成立一個這種鬆散的組織 而這個基本上就是作為協調各國的 合作的一種這個機制而已 當然這樣子的運作後來 隨著19世紀各個國家帝國主義的發展 普魯士覺得這樣子沒有辦法來跟其他國家競爭 所以後來到了1860年代以後 他們逐漸的走向了單一國 就我們所說的成為一個帝國 然後這個畢斯麥的鐵血政策讓德國迅速的 保護主義等等 這以前我們都談過對不對 逐漸逐漸的迅速的強大 那麼成為一個非常強大的歐洲的一股勢力 後來進而在20世紀還發動了兩次的大戰 這是普魯士的一個發展 但是普魯士當時的曾經是以邦聯國的形式 存在了將近半個世紀的時間 另外就是瑞士我們剛才說過呢 也是一樣在維也納合會之後 那麼他們也以邦聯的形式存在 主要是為了多民族多種族的這種因素存在 可是覺得邦聯這樣的話 還是沒有辦法好好的運作 後來瑞士在1848年就進一步的 這個頒布了新的憲法 就以聯邦的形式存在一直到今天 所以普魯士剛才是說是由邦聯走向了單一國 帝國 那麼瑞士是由邦聯後來走向了聯邦 走向聯邦體制 但是請特別注意的是 如果你看一下瑞士現在的國民 瑞士正式的國家名稱 在他們頒布了新憲法之後 國家名稱並沒有修改 所以他們瑞士的國民現在還是用邦聯 這個是什麼 Confederation of什麼什麼什麼很長 所以正式的國民還是邦聯 但是不要被那個字騙 瑞士目前事實上他是聯邦國 所以他的國民還是用什麼什麼什麼 瑞士什麼什麼地區的 什麼什麼邦聯 但是那個不重要 重要的是瑞士從1848年之後 已經走向了聯邦制 那另外一個比較著名的例子就是美國 那美國在獨立之後 也是曾經短暫的 因為事實上我們知道那13個國家對不對 跟英國作戰 在華盛頓的率領之下把英國打敗了 好不容易脫離了英國殖民地位了 大家都很高興 那就等於13個國家在那邊運作 可是事實上的話 維持的邦聯體制呢 維持了一陣子 大概10年的光景 英國對他們的壓迫還是滿大的 雖然英國已經宣布了讓放棄 那殖民的這個統治 可是英國還是對他們有很強烈的威脅 所以他們覺得這樣的邦聯體制 對未來這個北美的13個地區還是不太好 所以後來我們也知道在1787年 13個地區的代表 13個國家的代表在費城重新的制定一步 為了他們未來需要一個新的憲法 經過很多的辯論 地方到底要放棄多少權力 中央到底擁有多少權力 搞了半天 後來終於在1787年制定了全世界第一個聯邦國 聯邦國 1789年經過13個州超過四分之三的批准 1789年正式的生肖 選出了全世界第一個國家的元首叫做 給他一個新的名字叫做president叫總統 就是後來開始的華盛頓 那麼所以美國也曾經短暫的實施過邦聯制 這是歷史上比較著名的一些例子 而在今天的國際社會裡面有沒有邦聯體制呢 有的 如果各位看一下我們的講義的資料的話 比較著名的例子 像現在的這個UAE UAE往往就被視為一個邦聯體制 什麼叫做UAE呢 UAE就是所謂的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那麼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話 那麼目前 全民講義上有把它寫在黑板上好了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呢 目前就被視為是一種目前大概少數存在的一種當今社會的 邦聯體制 它是由七個 就是沿著波斯灣沿岸的七個小的 酷長國所組成的 因為阿拉伯原來都是一些酷長國 所以這七個小的酷長國呢 合組一個叫做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一種邦聯體制 當然他們各個國家彼此還是有高度的自主性 那當然這七個小國家其實也有幾個蠻有名的 因為他們很有錢嘛 因為石油對不對 所以各位可能比較常聽到的七個小的酷長國 當然最有名的一個國家叫做杜拜 現在非常非常的各種地標式的建築物在那邊出現 還有一個叫做阿布達比 這些都是屬於酷長國 那這七個小的酷長國就聯合起來 組成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當然他們現在看起來就一個城市嘛 杜拜阿布達比 就他們事實上是幾個酷長國 那麼合起來成為一個所謂的這個 所謂的邦聯體制 那除此之外的話 講義上提到的 這就是有一些爭議的 像是這個歐盟 像歐盟或者他們這個等等呢 都視為一種所謂的這個邦聯的這種體制 所以我們剛才在上禮拜也說過 他的這個所謂的中央政府的權利的話 完全要看地方政府讓渡給他多少 所以呢就這個權利的取得而言的話 我們說過呢 他可能比聯邦制來得更為薄弱 在中央政府方面 所以呢美國後來也是從邦聯走向聯邦 就是給予中央政府有一些 憲法裡面保障的獨立的權利 比如說舉例來說 美國的中央政府擁有國防外交 各個地方政府沒有國防外交權 所以我們剛才說過呢 你在邦聯的體制 每個國家可能還可以擁有外交權 可以派大使到其他地方去 擁有自己的軍隊 可是像美國後來成立了聯邦之後 各個州政府 他們的state就變成州了對不對 就不是國家了 還是用state這個字 但是各個州政府呢 就不可能有自己的外交權 也不可能擁有自己的軍事權 擁有這個所謂的這個軍隊 當然目前美國的話 仍然保留有許多的一些地方政府 還有保留所謂的國民兵 國民兵的制度 可是這種國民兵的話 跟這種陸海空軍還是不太一樣 性質不一樣 而另外一方面的話 我們也知道美國現在也沒有 各個州也沒有外交權 比如說你不會聽到什麼 加州派個大使去德州 德州派個大使去紐約州 沒有這種事情 但是如果是邦聯的話 每個國家其實外交權還是能夠擁有的 這是在中央政府擁有的權力上 是比較不一樣的一種設計 這是邦聯 但是邦聯體制在今天的社會裡面 已經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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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罕見 已經不太多見了 好 這是我們對於三個主要的國家形式 雖然第三個還是有些爭議的 但是從單一國到聯邦國到邦聯 這是比較常見的所謂的三種國體 而這三種國體當然各自有它的一些優劣 或者是長處跟這個弱點 那麼這個被整理出的 各位看一下我們的講義 就是在table 7.3 如果手上沒有講義的話 我稍微唸一下好了 同學應該如果沒有忘了印的話 這是你們自己的事情 那麼我還是強調一下 它的一些優點跟確點很快的帶過去 同學們可以自行來參與 比如說這邊table 7.3 就很清楚的整理出了 這三種國家體制的各自的優點跟缺點 比如說單一國它主要的優點 如同表 7.3所列的 它具有比較清楚的權威 clear authority對不對 那麼它的這個中央政府 具有decessive control 具有這個所謂的決定性的一種控制 我們所有的都是由中央授權 對不對 那麼它這個在中央跟地方之一頁呢 比較不容易產生 我們所說的stile map 僵局 這我們以前都說過 這邊只是做一些整理 那麼只是相對而言 比較不容易產生所謂的僵局 因為地方政府的權力 都來自於中央的授予 所以這是基本上它主要的幾個優點 而它的缺點部分呢 弱點部分呢 第一個就是hyper concentration power 所謂的權力過度集中 很多國家的話中央政府 如果權力太大的話 地方其實對於地方各自的具有特色的發展 是比較不容易見到的 因為一切聽命於中央 而第二個呢 就是所謂的weak representation of diversity and minority 就是對於所謂的這種多元 或者是少數族群的代表性是比較薄弱的 因為完全一切都中央主導嘛 所以如果說各個地方 有它不同的族群的特色 有它不同的一些多元的一些文化的話 在單一制之下的話 可能會比較容易被忽略的 這是所謂的它的一些弱點 好 這個我想我就黑白上去不再一一寫明了 同學們可以自行download這個講義上的說明 那麼第二個呢 聯邦制它也整理出了一些優點跟缺點 那麼聯邦制主要的優點是什麼呢 正好跟剛才所說的單一制相反的 第一個重要的優點是representation of diversity 就是各種多元聲音都有足夠的代表性 就是在尊重各個地方政府 他們的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宗教 這是常見到的 採取聯邦制的一個重要的因素 像是加拿大 像是瑞士 像是印度都如此 第二個就是check on center's power 好 就是往往呢能夠對於中央的權力 能夠產生制衡作用 好 因為中央跟地方的權力呢 都是文的規定在憲法之內的 地方的權力不是來自於中央的授予 所以往往可以中央之間 可以保持一種權力的均衡 第三個呢 就是所謂的create unity 就是創造統一 我們剛才說過的這次採取很多 都是採取聯邦制的重要的因素 因為太多元了 不同的族群 文化等等 然後利用聯邦制可以把大家牽在一起 這是聯邦制另外一個重要的優點 那當然他有一些缺點這邊所列舉出來 第一個呢 就是duplication and the overlap of power 雖然在憲法裡面有明文的規定 但是終究的有一些模糊地帶 還是會產生了權力劃分不清的狀況 到底哪些權力屬於中央 哪些權力屬於地方 其實還是有可能會產生一些重疊 或者是不清楚的地方 第二個呢 就是conflict over the ultimate power 那麼就是對於最終的 最後的權力歸屬 可能會產生衝突 這其實跟剛才有點關係的 那麼到底這個最高的權力 是屬於中央還是屬於地方的 美國我們知道一直到今天為止 原來這個衝突是不斷的 這個權力之間的這個平衡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拿捏的 第三個呢 往往有可能會造成就是說 因為中央跟地方有時候權力 或責任互相推違 或權責劃分不清 所以往往會產生可能一些行政效率的低落 或者是一些所謂的妥協的狀態 這也是可能聯邦制可能產生第三個缺點 那最後呢 邦聯本身的優點跟缺點呢 第一個呢 邦聯的優點是它跟促進合作 我們一直談到的 因為透過邦聯的體制能夠讓這些 本來就是獨立的這些小國家能夠彼此之間進一步的合作 無論是在對外或對內上 第二個呢 那麼就是說權力是受到 這個所謂的刺激單位 也就是說受到這個地方政府 有一些所謂的節制 有一些保留 不會讓中央權力太大 嚴格說起來這到底是有點缺點不小的 所以它的缺點部分也同樣談到的 那麼它的缺點就是邦聯制 就是conditional compliance 就是所謂的這個有條件式的順從 到底地方政府要不要加入邦聯 或者退出 往往有時候呢 他們都是一大堆條件的 在某些條件之下我才願意等等等等 你不要說別的 光看現在的歐盟 關於像歐元的發行 很多國家的態度都不一樣 像英國就不願意加入歐元等等 那麼這種有條件式的順從 第二個是instability 不穩定 邦聯我們知道呢 在歷史上看出來都存在不是很久 沒有多久之後就完蛋了 就解體了 很多 就是很難繼續走得下去了 第三個就是limit power 其實中央政府擁有的權力是非常有限的 當然也不利於許多重大的對外或對內的政策的推動 好 這是我們所看到的聯邦 邦聯 跟單一體制的各自的優點缺點 從表七之三所做的一個對照 那另外一部分的話 我們這邊也稍微說明一下 就是我們在我們的講義的第二頁的旁邊 我們有列出另外一個不是國家 我們介紹的就是單一國跟聯邦國 好 連邦聯都有一些爭議 而基本上國協這個概念根本就不是國家 好 康姆威爾根本就不是一種國家 那麼我們以前曾經說他就有點像 類似像是社團或是俱樂部 同學會等等 那為什麼呢 當然各位都瞭解 Command Wales 今天的社會裡面比較幾個常聽到的 第一個是大英國協 好 可能再其次是叫法蘭西國協 還有像是這個CIS 這個叫什麼 獨立國協等等 這是幾個比較著名的國協的一個概念 那以大英國協這個最具有代表性 以及最知名的這個國協而言的話 我們知道呢大英國協為什麼會出現 好 基本上就是基於過去 歷史的情誼 共同的文化或殖民的經驗 好 所以他們會共同創造一個國協 好 像我們知道呢大英國協的話 就是因為大部分都是英國的殖民地嘛 我們以前上禮拜曾經介紹過 目前還有53個國家 這個會員國 那所以大英國協基本上就是大部分呢 絕大部分這些53個會員國 大英國協的會員國 都是過去英國的殖民地 好 可能時間不等 有兩三百年的 有這個幾十年的 過去的英國的殖民經驗 那麼有共同的歷史 共同的文化等等 所以說他們在脫離了英國獨立之後 還是繼續的希望維持彼此之間的 這種親密的關係 政治上當然獨立了 可是在其他的文化 經濟 各方面的話 還是維持既有的密切的一種互動關係 所以成立一種國協的體制 當然 比如說我們知道 像大英國協的話 他們到今天為止 還是時常有一套部長級的會議 這53個國家之間 每年還會定期的開會 來如何的促進彼此之間 更進一步的交往 我上禮拜也說過 他們還舉辦什麼大英國協的運動會 對不對 彼此之間互相的競爭 大英國協運動會裡面 最重要的運動項目叫做板球 我們都看不懂 他們就玩他們那些東西嘛 板球 如果各位看到什麼一些轉播 可能有時候會看到 反正我看了半天還是搞不懂那個幹嘛 那麼 就他們國協之內的話 像他們橄欖球也還滿風型的等等 他們有他們特殊的一些 一些互動的一些這個方式 當然還有彼此之間可能 國協的會員國彼此之間會簽訂 比如說自由貿易區協定 跟其他國家之間更優惠的一些貿易的一些措施 來以促進彼此之間的商業的貿易的行為 甚至還有一些其他一些特殊的一些條約 比如說彼此之間可能移民或者是留學更為方便 我們知道過去像香港 香港為什麼那麼多人去英國 去加拿大留學或者是移民 因為他們本來都是大英國級的會員國 所以彼此之間有比較特殊的 比我們其他國家的話 更方便的一些留學或者移民的一種這個優惠 這是他們國協之內的狀況 但基本上我們說過呢 甚至我們還說過大英國協 目前還有十幾個國家還是奉英國女王 為他們的名義上的國家元首 對不對 由英國女王形式上派一個總督 在當地代表國家 包括像澳大利亞這些國家等等 所以說它不是一個國家 可是這樣子的形式 還是能夠得以存在於國際社會裡面 那當然目前的話大英國協的話 但是還是有一些比較重要的影響 就是我們所說的一些制度影響 很明顯的制度影響是什麼 就是你可以發現 從政治學的角度而言的話 雖然這些大英國協的成員國 他們都不是說 跟英國之間 因為他們在政治上都是獨立的 可是在制度上仍然是受過 受到了英國強烈的影響 比如說你可以發現 大英國協的成員裡面多半 比如說都是採取議會內閣制 跟英國很像 所以從政治學而言它還是重要的 同樣的呢 他們的選舉制度多半都是跟英國一樣 受到英國影響都是採取單一選區制 像我們了解的像是這個加拿大 印度這個紐西蘭澳洲 甚至像馬來西亞都是單一選區制在過去 所以說其實這些他們在制度上的影響 無論是憲政體制上或選舉制度上 還是深受英國的影響 目前全世界大概採取單一選 就是我們所說英美系的國家 其實多多少少跟過去英國都有殖民關係 這是很明顯的一種制度 制度移序啦 我們說歷史移序 這種historical這種legacy 這種歷史移序是很重要的 那麼這是大英國協 另外一個比較重要的國協呢 就是我們所說的法蘭西國協 那法蘭西國協同樣的 法蘭西國協多半都是過去法國的殖民地嘛 並且現在來說的話 多半法蘭西國協的成員國呢 多半都在中西非洲 中非西非這些國家 他們也是一樣基於過去被法國統治的經驗 獨立之後呢還是跟法國之間維持 事實上他們跟法國之間的關係 可能比大英國協的國家跟英國之間關係更密切 也因為距離的關係啦 英國是過去日不落國 他的國協的分佈全世界都有 但法蘭西國協的話 主要是存在於我們所說的中西非洲 並且還有一個專有的名詞 我們這個叫做Francophone Africa 叫做講法語地區的 法語區的非洲 像是查德啊 什麼盛多美 普林西比啊 這聽起來像我們邦交國 那麼這些國家就是講這些西非中非 過去是法國殖民地的這些國家 那麼其實目前來說的話 法國在這些地區仍然具有非常影響力的角色 我們知道像過去查德很多國家 內部發生的糾紛了 這是怎麼樣 就請求法國出兵協助平亂對不對 那所以法國其實在當地的政治軍事 各方面的話其實還具有非常強大的影響力 所以一出了什麼事 還是希望他們的老東家 法國出面能夠擺平等等 所以其實法國在法蘭西國協的角色 其實比英國可能還更為重要一些 它的影響力是更為直接的 因為也還滿近的嘛 那麼而另外一方面 其實在制度影響上也是很重要的 制度影響上也很重要 我們可以發現 如同剛才所講的英國一樣 英國的這些 大英國協會員國普遍的採取議會內閣制 普遍的採取單一選區制 這是受到英國影響 而法蘭西國協的這個 所謂的Franco from Africa的地區呢 你可以發現這些國家大部分 在憲政體制上都是採取半總統制 為什麼 因為法國採取半總統制嘛 對不對 法國採取半總統制最具有代表性的國家 而這些國家其實受到法國影響 在憲政體制上也多半都是採取半總統制 這是全世界目前採取半總統制 為數最多的地區就會在那裡 當然目前台灣也是 今天正在選舉的 韓國 基本上也是被歸類成半總統制 但是呢 大部分的半總統制出現有兩大集團 第一個大集團就是在 法蘭性國協中西非 另外一個大集團是在中東歐 這我們等一下談到的 受到俄羅斯的影響 這其實國跟國之間會效法的 台灣什麼都學日本 選舉制度的學日本 對不對 你會受到其他國家的影響 好 這個對應我們叫做 International Sorciation 叫國際社會化 關於社會化的議題呢 我們下個集會介紹到 我們這邊稍微先列為談到 所謂社會化就是說一個人 從小到大你政治態度的養成 好 這叫社會化 對不對 每個人小孩子生下來呱呱落地 根本沒有什麼藍綠之分 根本沒有什麼政治的一些取向 或政治認同 可是逐漸逐漸長大之後 是什麼樣的因素影響到一個人 後來的政治態度 政治價值 政治取向 我們這叫社會化的過程 但是不要說個人 國際社會上各個國家之間 也會有這種情況 他也是學習 不斷的學習 在制度上在各方面會學習 我們說台灣在國際社會化的過程 其實受到日本的影響蠻深的 那麼這個 這個講法語的這個非洲地區 受到法國影響非常深 所以我們剛才說過 他們在憲政制度上 多半都採取半總統制 就是學法國的嘛 過去的這個宗祖國 另外他們這些國家在選舉制度上 也多半學法國會採取兩輪選舉制 兩輪投票 兩輪多數決制 這我們等一下馬上開始介紹選舉制度 這個部分其實都會受到影響 這是蠻有趣的一種現象 所以大英國協的會員國 你說他不是國家 可是他終究在制度上會學英國 法蘭西國協他會學法國 那另外一個國協 就是我們所說的獨立國協 獨立國協當然是新年的國際社會裡面 最新的一個國協 他1990年代之後 蘇聯瓦解之後才形成的 對不對 那當然獨立國協CIS 獨立國協形成之後 之後 當然這個國協一樣的 有一個非常具有代表性的Superstar 我們說大英國協主要是英國 唯這個唯太陽 那法蘭西國協主要是法國 唯這個八首四瞻 那獨立國協基本上就是俄羅斯為主 俄羅斯跟他過去周邊國家 過去是屬於叫做蘇聯嘛 對不對 那後來紛紛在89年90年獨立之後呢 他們還是維繫過去的緊密的關係 所以還是以俄羅斯 以這個莫斯科為權力核心 形成一個所謂獨立國協的體制 當然這幾年來 這20年來還是有一些衝突啦 比如說烏克蘭啊 白俄羅斯啊 跟俄羅斯之間還是會有一些衝突 但基本上的話 還是以俄羅斯為老大 他們所形成的一種 所謂獨立國協的這個體制 而這些原來的 所謂的這個蘇聯的這些 加盟共和國也罷 或者是過去的所謂東歐中歐的 所謂的我們所說的這個 華沙公約組織的會員國也罷 那麼目前來說的話 在政治制度上 其實也會受到我們剛才所說的制度的影響 受到俄羅斯影響蠻深的 所以我們剛才說過像半總統制 好半總統制除了 最多的國家出現就在非洲 法語系的非洲之外 另外一個就在中東歐 中歐的國家大部分也採取 所謂的這個半總統制 為什麼呢 因為俄羅斯是半總統制 好我們知道呢 俄羅斯他是蠻特別的半總統制 各位不覺得嗎 理論上半總統制以後我們會介紹 就是總統跟總理分享行政權嘛 對不對 然後他是隨著國會多數 可能會有所轉變的 那俄羅斯比較特別的是 俄羅斯過去呢 他的半總統制 權力主要集中在他的總統 一個叫做普京的身上 對不對 後來呢普京做了兩任八年之後呢 他不能再做了 所以換另外一個人叫門德烈 什麼什麼 擔任總統 然後普京去做總理了 從此之後呢俄羅斯變成內閣制了 權力就集中在總理手上 那後來呢 好不容易熬了四年 普京重新又會做總統 俄羅斯又恢復成總統權力很大了 所以他的權力是隨著普京在走的 這也是另外一種半總統制 但是基本上我們可以知道 俄羅斯事實上有總統跟總理 有兩個重要職位的 總統是直選的 所以他基本上符合半總統制的一個定義的 但是他是人的因素太重要了 普京接下來又要再做 他總統現在改成六年了 所以他修憲了 所以他可能還在做十二年 十二年加上八年 哇 各位長大已經取息生子了 普京還是總統 所以你們可以不用寄俄羅斯其他人的名字 他還是繼續會做總統 做很久 這是另外一種形式的半總統制 但是我們說過呢 其實幾個中東歐地區 或者說獨立國協很多的國家 那麼也是實施半總統制 受到俄羅斯影響非常大 這是所謂的國協的體制 我們已經下課休 咦 算是打零了嗎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們會把這幾種制度 跟我們台灣未來的一個發展 做一個對照 來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剛才我們在上堂課對於所謂的國體 那麼做了一些討論 那麼從單一國到聯邦國到邦聯 那麼甚至對於不是國家的 這個所謂的國協 也做了一些簡單的介紹 那當然這些對於國體的一些討論 事實上對我們目前的台灣而言 是具有非常特殊的意義的 那為什麼呢 那麼主要就是跟我們的兩岸關係有關 所以我想各位都是政治系的同學 當然對於這個部分也可能會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那麼比如說目前的兩岸關係的未來到底是怎麼樣 當然在台灣 這是目前台灣所謂的社會分歧的最重要的一個分歧點 就是關於國家定位跟未來的發展 那麼當然最主要的一種 我們也是用這個來區分比如說政黨 或者各種社會的一些分歧的主要的一個區分點 就是所謂的統獨 所謂的統獨的區分 那所謂統獨當然簡單的說 就是說一個就是主張未來台灣跟大陸 還是要逐漸的走向統一 那另外一個是說台灣其實跟中國大陸之間 往往就是兩個國家 走向所謂的獨立 當然也有人說我們現在本來就是獨立的嘛 那既然獨立何必再獨立等等 等等這些很多不同的說法 可是終究呢 統獨仍然是我們目前 我想每個人都必須要面對的一個問題 那當然以現在而言的話 我們說我們是台灣 在世界各國我們都說我們是台灣 對不對 中國大 說中華民國可能也沒有人知道是什麼地方 實際上跟中華民國共和國搞在一起 那目前中華民國就是在台灣 那當然按照馬一九總統的說法 我們叫什麼 不統不獨不武維持現狀 這個我想各位經過公民與社會都背得很熟了 那麼可能背得比我還熟 但是事實上你就整個歷史脈絡而言的話 到底什麼叫維持現狀 現狀事實上一直在改變 昨天跟今天也不一樣 所以其實所謂的維持現狀是一種說法 但是現狀到底是什麼 那我們說一直不斷事實上在改變 隨著兩岸的各種的互動等等 你說ECFA簽訂之後 事實上已經改變了現狀 跟過去的現狀也是不一樣 所以事實上什麼叫維持現狀 其實上這是一種政治上的一種說詞 其實根本沒有現狀這種東西 一直不斷在改變中 那兩岸未來怎麼辦 當然我們說這個議題在台灣辯論的非常非常多 那當然一種說法就是未來逐漸是跟中國沒有任何關係 走向獨立 這是一種一條路 那另外一條路就是說逐漸走向統一 可是統一怎麼統一 事實上我們在國內有太多的討論 所以其實這跟國體有關的 所以在這邊我想也提供各位這樣的架構 各位可以自己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我們在這邊也不會強迫你接受什麼樣的想法 比如說有機會就是說台灣未來跟大陸之間 如果走向統一的話 獨立當然就不用講了 獨立的話那就另外一個方式 如果走向統一要怎麼樣的制度安排 你可以發現現在台灣有非常多的辯論 比如說當然中國大陸說法叫做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是什麼叫一國兩制 香港就是嘛 然後台灣如果跟中國大陸一國兩制 可能會享有比香港更多的自主權 比如說我們還是可以擁有自己的軍隊 中國大陸不會像香港的話 中國大陸還派軍隊去香港駐軍 以後台灣的話如果一國兩制 中國方便說法台灣可以擁有自己的軍隊 我們還是可以選我們自己的行政首長 等等等等 可是台灣人不願意接受啊 我們一看一想到說 但是外交權不可能擁有 那想到我們的中華民國的國號沒有了 對不對 然後我們的國旗取消了等等 我們選出來也不能叫總統了 可能變成特首了 那台灣人一般來說不能接受了 一國兩制不管比香港的優惠更多 我想部分 絕大部分台灣人是不能接受的 那如果中國大陸跟台灣真的要走上統一 什麼樣的安排 聯邦可行嗎 聯邦的話那麼可能很多人也不太能接受 邦聯 國協 還有人提出來中華國協 有沒有聽過這名詞 說不僅是台灣啦 包含了中國 台灣 香港 澳門 新加坡 李光耀說為什麼給你共有國協 這有人提出來了 就那個什麼中華國協之類的 反正各式各樣的說法都有人 有 然後各自都發揮很多的想像力 但是大致上都跟我們今天談的國體 大架構是差不多的 當然還有人 比如說我們系上有一個張亞中老師 他最喜歡談叫一國三線 一個國家 然後屋頂理論 一個大屋頂之下 各自有不同的這種東西 那當然像最近比較熱門的 像謝桑廷提出來的憲法一中 無論是藍的綠的 其實對於兩岸的未來 其實都有很多一些想像 當然好像不管誰一提出來什麼東西 就被人家亂棒打死 然後就換另外一種說法 所以在台灣這是一個非常高度敏感 甚至有情緒性的一些問題 可是我想無論如何 像各位也可以思考兩岸 當然獨統之間的一些想法 怎麼樣會不同不獨步 終究不可能是一輩子都這樣子 那我們要如何的來看待未來的情況 當然從國體的制度安排而言的話 其實同學們 或許你們也可以發揮你們自己的想像力 對於兩岸和平是有所幫助的 這個問題太嚴肅了 我們就談到這邊為止 好 那這是關於國體的部分 好 那我們回到課本的內容 請各位翻回63頁 所以事實上我們從上個禮拜到今天 所討論到的關於這個國體 就是63頁這邊所談論到的 其實大部分內容都差不多 那當然63頁的課本內容 他主要就是介紹Unitary跟Federal System 就是所謂的單一制跟聯邦制 但是他也在課本的66頁的地方 用個小小的一個窗戶 介紹了所謂的邦聯 但是並不完整 只是稍微提到一下 所以他還是沒有忘記邦聯的東西 所以基本上就是我們介紹的三個 主要的國體形式的話 課本也都有提到 那我們把課本的內容 稍微做個簡單的Review 首先從63頁開始 他還是介紹單一制 當然基本內容跟我們所介紹差不多 我們就不再說明了 那他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我們不打算討論 各位同學可以有興趣之情來看 他是拿了三個國家實際的例子來說明 但是可以發現在單一制之下 其實每個國家的細微的制度設計 就是地方政府的權力的擁有 其實也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課本特別談到了像是英國 他用個叫做Devolution的字 來介紹英國 然後呢64頁介紹法國 他是用Decentralization 去中央化 那這個英國的話 他是所謂的權力下放Devolution 就是把權力的盡量放在 那麼當然都是一些就是 牽涉到中央願意給地方多少權力 那西班牙的話 比較特別是autonomy 就是所謂的自治 主要是因為西班牙 就像北西班牙地區 我們也知道最近一直在鬧獨立嘛 對不對 所以他們是擁有高度自主自治性的 事實上英國你用autonomy也不為過 因為英國目前的話 蘇格蘭地區的話 其實也改了很多的法律 讓蘇格蘭本身的地方自治權力相當相當大 所以事實上每個不同的國家 雖然都叫做單一制 但是我想這個太細微的部分 我們就不要給各位同學增加負擔 同學們自己有興趣的話可以自行來參考一下 中央跟地方的關係都不太一樣 而我們也知道台灣其實這些年來 從這個 這個京省之前到京省之後 以及這些年來 我們的中央跟地方的關係 事實上也改變了很多 雖然在單一制 所以太細微我們就不再介紹 但至少我們了解 在單一制之下 其實中央跟地方的關係 還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 細微的制度設計上的一種差異性 那比較重要的部分 是65頁 在65頁這邊他就特別的 介紹了三個國家的個別的case之外 65頁是特別談到了一下 單一制的一些所謂的贊成跟反對 也就是他優點跟缺點 其實這個部分我們大致上也cover到了 我們還是稍微做個review 65頁的贊成跟反對單一制的部分 如同剛才我們所談到的 他這邊特別提到了 單一制很多贊成的國家立場是說 這個反對的立場是說 還是可能會造成中央的過度的集權 地方政治比較容易產生疏離感 降低了地方的所謂的政治參與的熱情 等等這些 這個大概是單一制比較容易出現的 反正什麼都中央決定 那地方其實就是有比較大的一些無力感 但是基本上他對於現代的一些 各國的問題的話 他比較具有優勢 比如說我們剛才也提到了 中央比較有明確的權威 來處理地方政府之間的一些爭執 那麼中央可以來統籌分配 地方的經濟資源 協調各種經濟發展的計畫等等 由中央來做或許是比較合適的 比如說他的這個稅賦 具有全國的一致性 像是談到日本的例子 日本的教育也具有全國的一致的標準等等 這個都是中央具備的一些優勢 那麼舉例來說的話 比如說像美國 美國的聯邦制 其實很多的教育都各州都不太一樣 我們舉例來說好了 到底公立學校裡面 可不可以教這個進化論的問題 或者是公立學校裡面 可不可以有所謂的祷告的儀式 私立不管了 因為私立的話就是私立的 但公立學校裡面 那當然台灣這還有什麼問題 可不可以叫進化論 但是他們就認為說你在這個 因為其實因為我們知道 這很難在台灣很難提的 就是其實美國的宗教力量影響很大 他們認為進化論 人是從猴子變的 很多人不能接受 人當然是上帝創造的對不對 所以至少要求說學校裡面 必須要所謂的上帝創造論跟進化論 至少要同時教 你不能只獨尊一方 只教進化論 萬一不是呢 不曉得 那麼沒有人知道 但是無論如何 他們就會強調這個東西 變成很多很多的官司在辯論 那當然我們剛才說過 公立學校裡面可不可以禱告 因為禱告是一種宗教儀式 等等的這些 因為每個州規定都不一樣 所以每個州都有不同的 一些立法的規定 所以他就說 前面前所提到的 像這個單一國家 大概比較不會有這種問題 像美國的話這種 一致性的這種狀態呢 就會比較混亂一點 我們以前提過 像選舉對不對 美國總統大選到今天為止 每個州的投票的方式 都不太一樣 這個選票長的也不一樣 其實他們都是聯邦制之下的一些問題 那這些問題 當然在單一國的話 是比較能夠避免的 那麼這是贊成反對的一些意見 當然我們說過大部分的意見 我們之前也都有略微談到 所以我們就不再繼續的重複了 那接下來聯邦制65頁的下面 聯邦制的部分 他大概說得過我們之前 一開始也介紹 為什麼會成立聯邦制的因素 跟我們剛才介紹的也差不多 並且還比我們剛才所說的多 那麼也是為了什麼國家統一啊 什麼促進經濟啊 等等很多的一些因素的說明 那當然他這邊也是介紹了幾個 重要的聯邦制的優點跟缺點 各位翻到66頁 66頁的下面這邊他也介紹了 這個聯邦制的一些優點缺點 那麼其實我們剛才大部分的Cover到了 那麼比如說這個 他們認為這個地方政府 跟這個所謂的這個民眾 這個在聯邦制之下互動比較頻繁 能夠有因地制宜的效果 像美國聯邦制的話 每個國家 對不起每個州 根據它不同的一些屬性資源 秉賦的多掛 會設計出不同的一些制度 可以有因地制宜的效果 並且到底是地方政府比較貼近民意嘛 所以它的一些政策等等的話 可能比較符合真正的需求等等 中央政府天高皇帝遠 他們不見得了解基層的聲音 很多的政策不見得能夠符合 當地的一個需求 那麼而美國也被稱為 各位看到這邊有一個很有趣的字 這一段的第三行 叫Laboratory of Democracy 叫民主的實驗室 就是說美國其實50個州 各自有不同的制度 哪一種民主制度運作的比較好 各自有不同的一些實驗的一種 這個實證的經驗 那麼但是這是它的一些優點 可是很多人的批評 其實在聯邦制之下 各國我們剛才說過各州 因為它的秉賦資源的差異性 所以說也可能會有一些州 它的財力是比較欠缺的 它的一些發展可能會受到一些 相當大的一些阻礙 然後很多的 因為相當的尊重地方治理 但是很多地方官員的能力 事實上是欠缺的 他們沒有辦法來處理經濟發展 處理一些財政的問題 民選出來的人可能就是 在地方上的話 他可能很多重大問題是沒有辦法處理的 而遭受到一些 這個所謂的治理上的一些困境 那麼然後呢這個 這一次當然他們 我想是作者他們實際感受到 在美國的一些這個狀況 而台灣也是一樣啊 你看我們知道台灣 小小的台灣其實每個縣市之間的資源 財政收入等等差異性也是非常非常的大 那當然這個民選的一些官員 在處理一些財政問題上去 處理一些經濟發展上 當然也會有可能一些能力上的一些差異等等 而美國那麼龐大的州 當然可能更為這個更為如此 那麼 而美國聯邦制的話 我們說像這個我們剛才所說的 每個州的稅也都不太一樣 我記得那時候我們在美國念書的時候很有趣 就有些人說 如果你畢業之後想要留在美國工作 你要找一份工作 你要注意到每個州的稅不一樣 比如說紐約州 他的稅很重 有些州可能稅的比較便宜 所以如果你同樣是拿到一個 6萬塊錢美金的一個工作的話 你要看是哪一個州 生活水準差異性非常非常大 好 那麼住宿的這個房租啊 這個稅啊都差異很大 我舉個例子來說好了 像以前我在美國念書的時候 我剛去那個德州 奧斯汀算是一個很不錯的城市 大概將近百萬人口 都是白人為主的一個城市 可是呢基本上 我在那邊住宿的時候 我剛去的時候是 一個apartment 600塊錢美金 四個人分 好 我們兩個房間嘛 2 bedroom 然後一個人 兩個人住一間嘛 就是 所以一個人平均 房租 光是房租喔 就是我們一個人負擔150塊錢美金 一個月房租 然後我一個同學讀Columbia 在紐約 他住一個套房 大概兩坪大吧 好 然後進去就是床 書桌 廁所 就這樣子 紐約 然後一個月1000美金 所以光是他一個月的負擔 他的房租就比我多850塊美金 一個月 所以你要知道啊 選擇不同的城市 然後我一個同學在米蘇里 米蘇里 那種種玉米的地方 他是怎麼樣 他一個月100塊錢美金 租一整棟house 還有前後很大的花園 所以他還在那邊耕作你知道嗎 種菜 100塊美金 所以光是房租差異就那麼大 所以你知道美國這個 當然台灣也是一樣的 對 你在台北住個房子 跟你去屏東對不對 住個房子當然價格不一樣 可是像美國的話我們說過 連聯邦制之下 連稅的差異都很大 最近我看了一個很有趣的廣告 美國德州的州長 在全國的電視上一直在做廣告 為什麼呢 因為德州目前是這個共和黨的大北營 非常這個共和黨的一個州 然後呢也看到歐巴馬當選 前陣不是德州他的公投嗎 要脫離美國 不只是這個德州十幾個州 都要說要脫離美國對不對 那最近德州州長更推出新的巧思 不是巧思啦 在電視上全美國的聯播網做廣告 做什麼廣告呢 因為歐巴馬不是揚言要對富人徵稅嘛 對不對 然後很多富人可能都是 黃黃不彎 就像那個法國一樣 很多人都移民到英國去了 那在美國的話 所以那麼這個歐巴馬 可能要向富人開刀 所以呢 德州的州長就做廣告 歡迎全美國的有錢人都搬來德州 因為德州對於富人課的稅最少 這在台灣很難想像 對不對 每個州課稅的方式什麼都不一樣 這是所謂的聯邦制 當然也引起到各個州的財務收入等等 所以事實上呢 這邊也提到一個很有趣的狀況 就是說 聯邦制它有優點 但是它有一些缺點的話 其實各州之間落差會蠻大的 然後呢 他們特別舉了三個聯邦制的例子 各位從67頁開始看 一個是前蘇聯 前蘇聯聯邦 還有一個呢 各位看68頁 前南斯拉夫 前南斯拉夫的聯邦 還有一個就是加拿大的聯邦體制的運作 這三個例子 而作者最後最後很有趣的一個說法是 各位看69頁的第二段 就是說 雖然作者本身是美國人 可是他似乎他們對聯邦制不太喜歡 各位看一下69頁最後一段 對不起第二段所說的 他認為聯邦制是很困難的 剛才所舉的三個例子 從俄羅斯到前南斯拉夫 到這個所謂的這個加拿大 這三個例子呢 都怎麼樣 都提醒了我們 聯邦制呢 不能夠這個所謂的治療所有的事情 就是它不是萬靈丹 我們剛才所說實施聯邦制的好處啊 什麼什麼對不對 這個領土太大啊 鞭長莫及啊 什麼能夠什麼維持統一啊 等等說了一大堆 但是作者卻變卻暢反調 他認為聯邦制不是萬靈丹 如果說他所形成的各個地方 政府這些component各個部分呢 是彼此之間差異性太大 不論是在文化上 在經濟上 在語言上 或者歷史上 差異性太大的話 那麼聯邦制事實上也不能夠維持統一 也不能讓他們緊緊的能夠結合在一起 那麼除非是這些國家 請注意看這個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一個它其實在概念叫shared political culture 要有怎麼樣 要有共享的政治文化 彼此之間具有相同的政治文化 像是美國 像是澳大利亞 巴西 或者是德國 才可能使得聯邦制運作能夠順暢 否則你光想要透過聯邦制來包容差異性 來維持統一的話談何容易 除非他們具有相同的政治文化 在這樣的基礎之下的話 還要特別的注意中央跟地方政府之間的權力平衡 美國200多年來到今天還一直在吵這個問題 始終沒有一個完美的均衡點產生 那麼聯邦制本身 那麼我們也知道 一開始成立的時候就是聯邦派跟聯邦派的一個爭論 後來好不容易憲法實施了 那麼這個中央政府的權力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很多地方政府都非常反彈 然後這些年來 似乎又開始做這個所謂的權力下放 地方政府權力又開始上升 所以美國其實也是一個動態的過程 在中央跟地方之間 但聯邦制並非完美 它聯邦制的中央跟地方之間的權力 事實上也一直有非常多的一些辯論 所以聯邦制本身 以這個作者本身的想法 它是滿困難的 以美國這樣子的一個國家來實施聯邦制 到今天為止還是有很多的困難 當然這個好像implied 它還是比較支持單一制的國家 所以目前來說的話 當然這是一個值得辯論 當然永遠不可能有一個標準答案的一個問題 國體的一個制度設計 那麼在中央跟地方之間權力如何的均衡 台灣這幾十年來也一直在討論這個問題 對不對 地方跟中央 最近在五都就要馬上要六都了 一直在喊他們地方的財政自主性太低 對不對 一直要求財政部要放寬 地方政府的負債的比例等等 也一直在討論這個問題 地方政府到底可以借多少錢 每個政府都在赤字 每個政府都要借錢 借你們的錢來用到現在 借子尊的錢來用 那到底這東西怎麼樣來追求一個均衡 其實也一直沒有標準答案 所以這個問題永遠大概很難能夠有一個 完美的一個答案 那麼但是無論如何 我想這是我們對於所謂的國體之間討論 他們各自的一些優比 優點 缺點 我想還是值得我們政治系的學生 能夠仔細的來思考的一個問題 好 這是關於所謂的國體的部分的介紹 那接下來按照這一章的安排 制度設計 對一個國家而言的話 除了國體政體的制度設計之外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上禮拜所說 另外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制度設計 就是關於選舉制度的設計 好 選舉制度設計 那麼這也是能夠最容易人為操作的 我們以前說過呢 其實像是政黨制度 政黨體系 這是沒有辦法透過人來設計的 一個國家你希望走向兩黨制還是多黨制 這不是人能夠決定的 人能夠決定的 人能夠決定的制度層面 多半就是國體 政體 還有選舉制度 所以在這一章裡面 我們除了討論國體的設計之外 另外一個未來的兩個多禮拜的時間 我們將要把重點放在關於選舉制度的討論 跟它的一些影響上面的一些探討 那麼從69頁開始介紹的是選舉制度 那課本上的介紹 我們還是一樣 我們會做一些補充的一些 整個架構上的一個重新的把它做為介紹 課本上的話 它的一個介紹方式的話 各位先看一下好了 例如69頁主要是介紹的所謂單一選舉制 然後它的一些優點 它的一些缺點 我們等一下也會進一步討論 接下來70頁的下面開始介紹比例代表制 然後也介紹它的優點缺點 就這樣子 這實在是過於簡單 可能比各位的高中的公民社會介紹還簡單 然後另外在71頁的下半段 它又特別介紹了法國跟德國的一種例外 一種這個 它的這個 那德國當然 它所介紹的就是所謂的 叫做聯力制 所謂的混合制的介紹 那法國基本上做介紹的是兩輪投票制 那基本上真的已經不算例外了 因為聯力制混合制已經成為當今選舉制度的另外一種非常重要類型 並且不只是德國 還包含日本跟台灣的叫做病例制的介紹 所以課本上所介紹的並不是非常的完整 所以這個部分呢 我們還是一樣會在黑板上 重新的將選舉制度 因為很抱歉 這正好是我的專長 那麼來做一個非常完整的陳述 來提供大家做一個對於制度比較全面性的一個了解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還是會回來 就是在我們黑板上介紹完之後還是會回來 把它裡面所談到優點缺點的部分 再做一些補充的一些說明 但我們從黑板上的話還是做一個比較完整的 對於選舉制度的一個比較全面性的探討 所以我們我們都在吃東西 所以我們從黑板上也要來做一個比較完整的 通常我一定會做的 所以我覺得看起來了 我們都可以說過三個月的主題 目前呢 關於選舉制度 我們比較常見到的分類方式是這樣子 課本這種怎麼分單一選舉制 跟所謂比例代表制 這樣子兩大類分類 事實上是不足夠的 那麼 第一種呢 我們稱為叫多數決制 多數決制事實上 等於我們介紹包含了兩大種類 一種相對多數 一種叫絕對多數 所以我們英文叫 Priority or Majority System 多數決 基本上是選人為主的 投票給人 然後呢 得到最高票的一個人 或數個人當選 這我們等一下會進一步介紹 這個叫多數決制 主要是以選人為主的一種制度 當然它也是最古老的一種制度 這我們等一下會說明 那麼 第二種呢 我們叫比例代表制 主要是歐陸國家所實施的 投票對象主要投給政黨 我們叫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簡稱叫做PR 叫做比例代表制 另外一種呢 是兼容並序 把前面兩個一起用的 我們稱為叫混合制 這個在台灣 習慣上被稱為叫單一選區兩票制 單一選區兩票制 但是我想在政治學上 我們實際的用法稱為叫混合制 分為聯力跟並力 我們等一下以後也會說明 單一選區兩票制 基本上並不是個嚴謹的政治學名詞 主要是媒體所使用的 當然我很驚訝的是 目前高中課本也多般使用這個名詞 基本上不是一個嚴謹的學術名詞 所以各位把它忘掉好了 我們現在用叫混合制 不要用單一選區兩票制 那是一個很特殊的 媒體所使用的一個名詞 英文叫做Mix or Hybrid System Mix就是什麼 米克斯嘛對不對 就是混學的對不對 那麼 或者叫Hybrid Hybrid也是生物學上的名字 Hybrid就是那種 也是混種叫Hybrid 比如說 我記得以前我們用的比 一種叫做油性比 原子比啦 後來叫水性比 後來把油性跟水性混在一起的 就叫Hybrid 如果各位手上的比 你看一下 那個叫中性比 就是Hybrid這個字 事實上中性很好聽的名詞 事實上就是什麼叫雜種 混學 所以像我們家 他以前養了狗 就是號稱叫米克斯犬 對不對 哇這什麼犬啊 秋田犬還是什麼 不是 他是 就是雜種狗 對不對 我記得那時候我在東海大學 很多年 十多年前有一次呢 我走到電梯旁邊門口 那麼 發現有一次剛出生 大概五六天的小狗 就丟到電梯旁邊 已經快死掉了 那我就把他 鈴去給那個 給那個獸醫看 那獸醫說 大概救不活了啦 但是死狗當活鬼醫 就就看 竟然就活了 我就把他拿回家養 養了十幾年 就是 那就是米克斯犬 以前我們在東海大學當老師 特別 每個人家都養了很多狗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學生特別喜歡 把狗丟到學校 尤其是每年六月的時候 你知道 東海學生很喜歡養寵物 我不曉得台大學生有沒有 一堆寵物 什麼狗啊 貓啊 兔子啊 等等 還有很奇怪的寵物 那麼 可是那很多人到了大學四年 畢業了 六月份畢業的時候 男生要當兵了吧 女生可能要去北部找個工作 那寵物怎麼辦 就把他留在可愛的校園裡面 所以呢 學校的老師們就把他撿回家養 我記得有 像那時候社會系的高層數老師 很有名的社會學者 他們家養了二十幾條狗 就是到處去撿狗 就是野狗啊 就撿回家養 我家養了 都是米克斯犬 那不是什麼名貝的狗 看到米克斯就 想到以前養狗的過去的情況 好 這都混合制 那麼 這是目前三大類 那它的簡單的發展歷史 大概這樣子 其實 我們從整個 這個所謂的這個 政治的一種這個發展而言的話 大概最早的一種選舉 就是因為過去君主時代根本沒有什麼選舉嘛 那後來大概在十二十三世紀的時候 英國開始我們知道那個權力 民權的意識開始逐漸的萌芽 議會裡面開始出現 除了國王指定的這些代表之外 開始人民要求有選舉 所以事實上呢在最古老英國的議會 大概十四世紀的時候呢 十五世紀的時候 開始有議會的 所以來自人民的代表 而這種十五世紀在英國最早出現的 由人民選出來的代表 在平民院裡面出現以後 那麼他們當時所用的選舉制度 就是多數決制 這最容易理解的嘛 我們一個地區選出一個人 來代表我們這個地區 去議會裡面開會跟國王去嗆聲 對不對就是這樣子嘛 所以呢這個地區怎麼選呢 其實最古老的就是相對多數決制 這個地區要選出一個人 然後五六個人出來選 最高票的當選嘛 就台灣現在選總統人這樣選 所以這最早出現的就是所謂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 當然我必須先說明啦 當時的議會的議員 最早的時候 不是像現在議員的 完全意義不一樣 當時只是國王跟議會妥協 好好也選出一些聽聽人民的聲音 可是大部分那時候選出來代表都是怎麼樣 都很心不甘情不願的 因為當時去被選出來代表大家都很緊張 為什麼 都是去議會裡面聽國王訓話的 然後要捐錢的 國王可能現在要出兵打仗啦 又沒錢的叫你們這些人捐一捐 所以那些人 那時候選被 一有人聽說他被選上的代表 很多人就帶著財產連夜翻牆逃走 不願意當那個代表 所以那時候意義不太一樣 但是anyway 就是那時候最早十五 大概十五十四十五世紀出現的 就是用選人為主的所謂的多數覺知 當然後來英國逐漸隨著民權的擴張 那當選的代表的權力 也跟過去不可同日而語對不對 然後隨著皇權的衰落 國會權力的增長 那當然就後來發展不一樣 而英國這樣子的方式呢 後來也逐漸的傳到歐洲去 所以歐洲很多國家也開始仿效英國 然後開始也選出他們的一些民意代表 而他們所使用的也是所謂的 選人為主的 一個地區選出一個人的 所謂的相對多數覺知 所以這是最早的制度 就是相對多數覺 後來的發展大概到了十八世紀左右吧 好這個我把這個故事跟各位 稍微說明一下 很多的歐洲國家開始實施了選舉啊 那實施選舉之後發現 相對多數覺知好像有一點問題 因為好多人如果一直出來選的話 可能最高票的 他不見得獲得過半數的支持啊 他可能百分之三十幾 百分之四十幾都當選 這個問題各位了解嗎 過好幾百年之後 台灣還在討論這個問題 他當時沒發現 對不對 你可能百分之三十幾 像台灣兩千年對不對 五組候選人 或者最高票的沈水扁先生 或者百分之三十九點三 就當選總統嘛 百分之六十一的人並沒有投給他 所以其實歐洲是 你等一下十八世紀就發現 所以歐洲人就討論說 這樣子相對多數的局勢好像有一個問題 因為他們可能選出的叫做minority 的這個所謂代表 少數代表對不對 他不見得能代表多數的民意 他只是代表特定少數的生意 所以呢 後來到了大概十八世紀開始 很多的歐洲國家 就逐漸的把相對多數決 他們想要怎麼樣改 使他真的能夠代表多數 後來逐漸發展出叫什麼 叫兩輪絕對多數 第一輪 如果我們等一下會介紹了 這個制度設計 第一輪如果有人過半數 那些當選沒話講過半數了嘛 如果第一輪沒有人過半數的話 要選擇得票最高的前兩名 進行第二輪投票 那第二輪就有兩個吧 那得票多的一定過半數 有票數過半數 所以以兩人投票的方式來 產生一個一定會至少過半數的一個代表 所以歐洲就開始很多國家 紛紛的就開始採取兩輪的絕對多數 所以呢當時的歐洲國家就出現了 相對多數絕對多數的一些選擇對不對 這是大概18到19世紀的發展 台灣21世紀還在討論這些問題 我們的總統選舉要相對多數還是絕對多數 現在還沒有還是爭辯中 好 所以多數絕制一直在持續實施了幾個世紀 到了19世紀 到了19世紀 另外一個因素出現了 那個東西叫政黨 過去就是選人嘛 選一些人代表他們對不對 去表達意見 可是當19世紀當政黨逐漸的完備之後 很多人又發現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在議會裡面 可能某一個政黨 他所能夠得到的選票的支持 跟在國會裡面所擁有的席次的比例 可能是不相稱的 可能某一個政黨 他可以得到百分之三十幾的選票 可是在國會裡面 只有百分之二十不到的席次 所以有人就質疑啊 我們這個政黨 其實民眾那麼多人支持我們 為什麼在國會裡面就有那麼幾席 這個就產生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政黨的得票率跟席次率之間是有落差的 這個東西我們叫disproportionality 叫做不比例性 我們上面叫disproportionality 叫做不比例性 或者稱為比例性偏差 他的意思就是指的一個政黨的得票率 跟席次率之間的差異 當然這個在2008年大家看到很清楚嘛 對不對 國民黨他有百分之五十幾的得票 可是在國會裡面卻有百分之七十幾的席次 對不對 民進黨有百分之四十幾的選票 可是在國會裡面就百分之二十出頭的席次 所以這中間差異性很大 所以呢那時候很多人都想那怎麼辦 如果如何能夠讓一個政黨的他擁有的實力 能夠在國會裡面能夠相當的能夠反映 他的民眾之 人民之間支持的程度 能夠有個對稱嘛對不對 所以呢各國就要討論 那無論是相對多數或者是絕對多數 這個問題都沒辦法解決 那怎麼辦 好 很有趣的是 當時歐洲國家在19世紀的中業到末業 還曾經為了這個事情召開兩次的大型國際會議 來討論怎麼樣來改革選制 很有趣喔 召開國際會議來討論改革選制 好 各種哲學家啦 什麼數學家啦 政治人物都來參與 設計出新的制度 然後很多的數學家紛紛憲測 怎麼樣制度來改 讓怎麼這個能夠彌補這樣的缺點 終於很多學者提出來一種東西 就乾脆我們放棄投給人 投給黨好了 以每個政黨的得票率來計算他的喜致 那怎麼樣計算分配很複雜 以後我們會介紹比例代表制 好 這個東西就稱為比例代表制 所以基本上過去以人為主的 我們稱為要多數絕 無論相對多數跟絕對多數 後來改成 因為過去也根本沒有政黨 政黨的概念從18世紀才逐漸出現 然後到19世紀才算比較完整 那所以後來當政黨出現之後 才有新的需求 然後比例代表制才被提出來 後來大家還不敢貿然實施 因為之前多數絕制實施太久了 所以後來有一些國家 比如說像瑞士還有一些國家 就在他們的地方選舉中間 先採納一些數學家的建議 來玩玩看 來實施看比例代表制 結果還不錯 有些像瑞士的一些幫 開始用比例代表制的方式來產生他們的代表 等等等等 來反映他們的族群 因為瑞士是個多民族的國家 所以比例代表制的設計呢 在很多地方實施的狀況還不錯 後來終於有一個國家敢大膽實施 是1899年 已經滿後面的 比例史 這個名詞跟他的比例代表制沒有關係 比例史開始實施比例代表制 1899年 所以如果你聽到台灣有一些學者說法 什麼多數角色比例代表制 人家其他國家實施了幾百年 錯 不對 第一個實施比例代表制 距離現在也不過一百年多一點而已 算是滿新的 1899年 比例史開始實施 全世界第一個全國性的比例代表制 怎麼好像說繞口令 這個比例史開始實施比例代表制 然後未為封上 各國紛紛起而效由 在短短20年間一直到1990年 對不起1920年之前 幾乎歐洲國家風起雲湧 全部改成比例代表制 當然我們也知道那時候狀況 社會主義的興起 很多政黨的興起 每個政黨都爭取 他們的得票率跟習次率之間的 他們的實力應該能夠 國會裡面確切反映出了吧 在多黨政治的情況之下 所以說當時對於比例代表制的推動 大家都非常熱心 所以短短20年裡面 到1920年的時候 幾乎所有的歐洲國家 全部改成比例代表制 儼然的可以成為一個 跟多數決制可以分庭抗禮的 另外一大類的選舉制度 當然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們所有的政治學的課本 就告訴我們 包含我在念書的時候 政治學的課本就告訴我們 選舉制度分為兩大類 一個叫做多數決制 一個叫比例代表制 從那時候才開始 包含現在的課本還是寫的這樣子吧 但一選舉制度跟比例代表制 就兩大類 所以這兩大類呢 一直就是成為政治學的主流 就這樣介紹 但是我們說比例代表制 事實上從1920年之後 大概才成為最主要的另外一種制度 它其實不是很久 是滿新的東西 所以從此之後我們可以發現 英美系統的國家 我們剛才說過吧 英國跟它的殖民地 對不對 包含美國加拿大這些國家的實施 叫做多數決制 尤其是單一選區的多數決制 那歐陸國家普遍實施的是比例代表制 這兩大類 後來二次大戰結束了 二次大戰結束完之後呢 德國是戰敗國 1945年戰敗 然後呢經過短暫時期的盟軍的佔領 1949年開始德國要恢復民主選舉 而德國我們也知道 它是一個非常具有創新的民族 對不對 德國1949年要恢復選舉 他們要採取什麼制度 當時辯論得很兇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德國人認為 他們不應該繼續採取比例代表制 為什麼 因為二次大戰之前 德國的民主時代威馬共和時期 就是實施比例代表制 而造成多黨林立 而多黨林立的情況之下 使得 伊斯大戰之後戰敗的德國 一直政治上非常高度不穩 即使有一個那麼好的威馬憲法 可是整個的政治倒閣平仁 那麼很多的一些執政者 都透過所謂的緊急命令的方式來治理國家 威馬共和才一陣子就死掉了 產生了希特勒獨裁 所以德國人為了害怕 過去的多黨林立 政治不穩的噩夢再度發生 所以德國人認為 比例代表制我們要放棄了 我們不敢再採清比例代表制 可是呢如果要走向英美的單一選舉制 德國人有點害怕 主要害怕的是什麼 來自於很多小黨的反對 因為大家都很清楚嘛 你改成單一選舉制 小黨全部死掉了 小黨也堅持反對 因為德國在過去威馬時期 本來就是一個多黨的國家嘛 但後來被納粹全部變成一黨 可是那些小黨還存在 基礎還存在 像以前我們介紹的 像社民黨對不對 戰後又開始恢復了 那這個情況之下 這些小黨又不同意 改成單一選區 所以後來怎麼辦 妥協的結果 德國創造出全世界 獨一無二的一種制度叫混合制 部分席次還是比例代表照顧小黨 部分席次改成單一選區 讓大黨能夠擁有更多席次 來穩定政局 所以基本上德國在1949年 創造這個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制度 主要是政治妥協的結果 不是太偉大的發明 就是事實上就是政治妥協 大黨小黨利益 最後創造出來一個叫做混合制 但後來改變很多次 當然一開始的時候 並不是一半一半 像現在德國是一半一半嘛 598席裡面 299單一選區 299比例代表 現在是 現在是這樣的 剛開始不是這樣的 剛開始它的門檻啊等等 設計跟現在都不太一樣 但是無論如何 那時候他就採取 所以我剛才說過 部分席次單一選區 部分席次比例代表 主要就是為了大黨小黨利益 所以德國是個unique 1949年開始實施第一次的混合制 沒有任何國家跟進 所以德國就是 就是一個exception 就是一個例外 所以所有的制度開始介紹 還是一樣 多數節制為止 比例代表制為主介紹 頂多像這邊一樣 小框框介紹 德國是一個例外 它實施是一種比較特殊的章子 因為就它一個嘛 制度還是這兩種為主 可是到了1980年以後 又過了30多年以後 情況發生了變化 1980年以後開始 我們所說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 Huntington所提出來的 對不對 那麼第三波 從1974年開始 這個葡萄牙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 衛官革命開始 西班牙、南歐國家走向民主 後來南美、這個非洲、亞洲 很多國家威權走向民主 然後共產國家走向民主 一堆國家從80年代之後呢 在所謂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裡面 紛紛放棄了原來的威權體制 跟共產體制走向民主 走向民主之後面臨到很重要的制度選擇 像俄羅斯 過去的共產還談什麼選舉嘛 還談什麼憲政體制不需要嘛 包含台灣在內啊 90年代一連串的憲政改革 對不對 韓國今天正要選總統 對今天要選總統嘛 生死未卜 那麼 所以80年代之後很多國家開始 變成民主了 他們面臨到了制度選擇 對 南斯拉夫、波蘭 韓國、台灣、南美洲很多很多的國家 他們過去的威權一黨獨裁 沒有話說 當你現在走向民主了 你要選擇怎麼樣的憲政體制 你要選擇什麼樣的選舉制度 憲政體制你要選擇內閣制 你要選擇總統制 你要選擇半總統制 還是選擇什麼 選舉制度你要選擇比例代表制 還是選擇單一選區制 各種大家都不知道怎麼選啊 當然很多人開始模仿學習 對不對 我們剛才說過嘛 憲政體制上 很多東歐國家模仿俄羅斯嘛 選擇半總統制嘛 對不對 那 選舉制度怎麼選擇 很有趣的是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發現 大部分國家 它所選擇選舉制度是 混合制 混合制 兼容了單一選區跟比例代表 同時顧及了大黨跟小黨利益的 所謂混合制的設計 包含台灣在內 那麼台灣我們也知道呢 在這個1991年 二屆國大全面改選 我們使用一種新的制度 我們當時用複數選區 單機飛上投票制之外呢 加入一個叫做全國不分級代表 以正當比例代表產生 所以事實上台灣從1991年開始 就是14的就是混合制 多數決制加上比例代表制的混合 只是我們混的跟人家不太一樣 別人都是兩票制的混合 那我們是那時候是一票制的 以後我們會介紹 我們是一票制的混合制 還有5%的門檻等等設計 所以呢從80年代之後 德國已經不是唯一了 突然有很多國家開始採取混合制 到了今天為止 大概混合制已經大概有三四十個國家才行 所以我們說過呢 他已經逐漸逐漸儼然 可以跟多數決制 跟比例代表制頂足而三的 另外一類型的重要的選舉制度 所以呢大概這十年來才開始 很多教科書才開始會提到混合制 這更新的東西 更新的東西 以全世界而言的話 大概一直遲到1999年 1999年才第一次有一本專門的著作 專門探討混合制的英文書籍開始出現 所以這是很新的東西 它成為一個分門別類 成為一個新的類型 是非常晚近的事情 所以當然如果各位看到最近的書的話 你們去圖書館找找看 你找到20世紀 21世紀以前的書的話 政治學教科書你翻開 大概就是兩種制度的介紹 無論你看到筆正的書 政治學的書大概就是介紹多數決制 比例代表制 出現混合制大概就是21世紀以後的書 會有新書才會出現這個東西 它是非常非常新的東西 但是無論如何 到了今天我們說過 它已經成為跟前面兩個頂著而三的 另外一種新的制度的這個 因為它所產生的政治影響 其實跟前面兩者也不太一樣 會有新的一些效果 所以這是我們對於制度本身的一個 它的回到歷史脈絡裡面 看它的一個發展 多數決制最早出現 到了19世紀末期才出現比例代表制 然後到了1980年代之後 才出現所謂的混合制 但是它今天這三種制度同樣的重要 我們從下一節課開始 對於多數決制先來做 它的這個族群的四類型的一些介紹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我們現在繼續上課 那麼我們剛才在上課開始 對於國家的制度安排 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 就是關於選舉制度的制度安排 來開始進行討論 那麼我們說過以目前而言的話 大概所有的政治學教科書 都會把選舉制度主要分為三大類 一個是多數決制 一個是比例代表制 一個是混合制 但是從歷史的一個發展而言的話 當然多數決制是比較古老的一種制度 那麼它主要是以投選人為主的制度 那比例代表制呢 從19世紀開始出現 那麼到現在而言 還算是滿年輕的制度 那基本上它是以選黨為主 選黨為主 但是我們下禮拜會介紹 事實上它在歐洲各國時事經驗裡面 大部分的國家除了選黨之外 還是會有機會 讓選民來挑選候選人 還會有選人的一個可能性 那混合制當然更新了 到了現在為止的話 也不過是這二十多年的光景 的一種新的制度 那麼它是希望將前二者 多數決定跟比例代表制 混合在一起 能夠盡量的吸引他們的一些優點 而秉出他們的缺點 但是在各國時事的狀況 其實運作上還是有很大的差異 比如說台灣 我們實際上說現在是混合制 我們是仿效日本的混合制 但事實上我們跟台灣跟日本之間的 制度上的設計還有非常多的差異性 比如說上禮拜 日本剛剛舉辦過國會選舉 這次很有趣的是自民黨 變成一黨獨大了 可是你可以發現日本的全國部分區代表 他們還分為十一個選區 台灣就一個選區 他們的比例代表計算方式上 台灣我們等一下下禮拜會介紹 我們是用最大余數法 日本是用最高平均數法 日本可以有雙重候選制 就是一個候選人 可以同時在單一選區選舉 同時列明在部分區代表名單上 台灣沒有 日本沒有政黨門檻 台灣有 日本他還有敗部復活的制度 台灣沒有 所以事實上日本跟台灣表面上看起來很像 可是事實上兩者差異很多很多 這以後我們會下 他可能下禮拜或下下禮拜會逐漸的來加以介紹 好我們現在回來這邊所說的 那多數決制 比例代表這個混合制 是目前的選舉制度裡面三種最主要的類型 那我們接下來進一步的對這三種類型 來做進一步的一個介紹 首先我們是介紹的是多數決制這個家族 在多數決制之下 我們剛才說過呢 基本上他是以選人為主的制度 他是最古老的一種制度 而根據候選人當選票數的差異 我們又可以把多數決制呢 分為所謂的相對多數 也就是所謂的priority 跟所謂的絕對多數 majority 其實這個兩個英文字 其實在英文裡面 一看這個字就知道意思了 在台灣談到多數決 很多人搞不清楚 因為基本上的話 因為我們的相對多數決定多數的話 很多人概念上會有一些認知上的一些不同 其實在英文裡面 你看到priority這個字 它的意思就是指的 好幾個裡面得票比較多的那個 看英文字一清二楚 而所謂的majority一定要過半數 基本上英文的話majority一定是超過二分之一的 也叫majority 所以英文的概念裡面是非常清楚 它一定是過半數的majority 這個priority就是所謂相對的 相對的就是說不見得一定要過半數 那等一下我們會進一步的來做介紹 而在進一步來區分的話 在相對多數決之下 我們會依當選名額的多寡 將相對多數決又分為三種次類型 兩種次類型 一種叫單一選區 一種叫負數選區 對 我可以解釋一下 我們剛才說過呢 相對多數絕制 跟絕對多數絕制 就是以候選人得票的 需要的票數多寡 好 這我們等一下會進一步分析 而在相對多數絕制之下呢 又依當選名額的多寡 當選名額的多寡呢 我們可以分為所謂的 單一選區跟負數選區 所謂的單一選區 就是指著一個選區 指當選一位 這個大家都很清楚嘛 顧名思義 Single Member District 我們簡稱叫SMD 這叫單一選區 一個選區指當選一位 而所謂的負數選區 所以Multi Member District MMD呢 是指著一個選區裡面當選的可能不止一位 不止一位候選人 這個在相對多數絕制之下 都可能存在不同的制度 我們等一下會進一步分析 但是我們這邊稍微先說明的是 絕對多數絕 這個家族我們 可能今天或下禮拜介紹 絕對多數的話 一定是單一選區 絕對多數絕制一定是在單一選區之下運作 他沒有負數選區的 沒有所謂的負數選區的絕對多數 但是相對多數的話 他可能是單一選區的 也可能是負數選區的 那當然我們目前來說的 大家最熟悉的 按照這個分類的話 我們目前最熟悉的 也是台灣目前所有的行政首長選舉 以及立法委員選舉所採行的 就叫做單一選區相對多數絕制 叫單一選區相對多數絕制 這是我們最熟悉的制度 舉例來說 我們說過台灣行政首長選舉 從村里長、縣市長、直轄市市長 乃至於總統 我們都是採取叫做 單一選區相對多數絕制 單一選區是指著 這個應選名額只有一名 對不對 總統 我們當然只選一個總統嘛 因為聽過選過兩個、三個總統的嘛 沒有嘛 對不對 就一個總統 這叫單一選區 什麼叫相對多數 我們剛才說了 我們只要幾個候選裡面 得票最高票的就當選 不管他有沒有過半數 反正是得票最高的就當選 當然最有名的例子就是2000年 公元2000年 候選人有五組 一組是陳水扁、呂秀蓮 另外一組是宋楚瑜、張昭雄 還有一組是連戰、蕭萬長 還有兩組 你把他忘好了 還有一組是李敖跟 李敖跟朱惠良 李敖跟 李敖跟那個馮滬祥 新黨提名的 然後另外一組是這個連肅產生的叫做 那個光頭那個 許姓良跟那個朱惠良 好 總共有五組候選人 那當然後面兩組因為得票加起來不到 1%就把他忘記好了 當時2000年選舉得到最高票的就是 陳水扁 39.3 那麼 第二高票的是宋楚瑜 36.8 然後第三高票的是連戰 23.1 所以呢最高票的39.3 雖然不到半數 可是在台灣的話 相對多數決定之下 我們剛才說過 雖然有61%的人沒有投給他 但是相對多數他就當選 幾個裡面他最高票 不管有沒有過半數就當選 所以這個制度我們很容易了解 台灣事實上 我們說過 所有的行政首長選舉 都是這種制度 從村里長一直到總統 台灣在民國39年的 第一屆的縣市長選舉 曾經舉辦過一次兩輪絕對多數 成為唯一的絕向 從第二屆縣長以後 台灣所有的行政首長 全部都是單一選區相對多數 然後呢 從2008年之後的立委選舉 在區域部分也改成了單一選區值 這個大家都很清楚嘛 本來台北市 比如台北市為例 台北市本的立委 在2008年之前 比如說2004年 台北市呢 那時候是複數選區 總共選出20名立委 北南兩個選區嘛 北區 南區 各1010名當選 那後來呢 席市減半之後呢 2008年的選舉 台北市只剩下8席 全台北要化成8個單一選區 每個選區只有一個人當選 好 這是單一選區制 那麼這是我們比較熟悉 我們就不再多加介紹 而在一般來說的話 這個制度在英美的國家習慣 一般人 談話上習慣 稱為叫first pass the post 叫first pass the post Post是什麼 Post就指著一個木莊 一個木棍 那這是什麼 這描述像一群賽馬 好 那麼一群賽馬裡面 不管你跑得快或慢 不管有幾匹馬在跑 第一個抵達終點線 那個木莊的 好 那個馬鼻子 穿過那個終點線的就獲勝 不管他的快慢 不管他有多少匹馬 對不對 第一個抵達終點線的獲勝 所以我們現在叫什麼 叫領先者當選制 還是什麼之類的 中文不知道怎麼翻的 或是說什麼這個什麼 反正就是first pass 第一個衝抵過終點線的當選 這就是形容我們所說的 相對多數 單一選區的相對多數決制 但是我們知道呢 多數決制事實上 不只是在單一選區才可以實施 同時有可能是在 負數選區制之下實施 這邊要特別提起同學的概念上 一定要弄清楚 我們這邊所指的單一選區 跟負數選區的差別是 單一選區就是指的 一個選區不管大小 只選出一個人 最高票那個當選 這叫單一選區 所以單一選區 事實上另外一個名稱 又稱為叫小選區 所謂的單一選區 它就是小選區 也就是說選出一個人的 叫單一選區 複數選區 一般的習慣呢 又可以進一步分為所謂的 中選區跟大選區 一般來說所謂的中選區 是指的英選名額是在兩名到五名 複數選區當然一定是大於二嘛 大於或等於二才叫複數嘛對不對 英選名額在兩到五名之間的習慣 我說這只是習慣 因為我們像台灣跟日本過去的 這個立法委員選舉的話 我們稱為叫中選區 兩到五名的稱為叫中選區 大於或等於六以上的 我們稱為叫大選區 稱為叫大選區 所以說當然這邊特別提醒同學的是 所謂的選區的大中小 選區的大小規模 是以英選名額的多寡來決定 而不是指著選舉區的面積 或者是人口來決定的 各位了解意思嗎 他是以英選名額的多寡 凡是英選名額唯一的就叫做小選區 村里長是叫小選區 縣市長也叫小選區 總統選舉他還是叫小選區 不是說村里長那很小嘛叫小選區 台灣總統很大那叫大選區 不是這樣子 我們說過他是以英選名額的多寡 而不是以土地面積或者是人口的多寡 美國總統大選 選民有3億多人 全美國選的那還叫做小選區 各位了解嗎 因為他只選出一個總統 你看到很多的一些媒體報當雜誌 他會把這個名詞都弄混 他們可能選區就是指著英選名額對不對 或者是指選名的多寡 人數比較少的叫小選區 現在選區縮小了 會選比較容易等等 他只能跟選民人數變少 等等等等 但是我們這邊政治學上 所談到選區的規模 主要是指英選名額 當然我們尊重他們那些報道 所用的方式 他們可能定義跟我們不一樣 但至少在政治學上 選區的定義就是指英選名額的多寡 是以候選人英選名額多寡 這各位政治系的同學千萬不要弄錯 英選名額為1的就叫小選區 不管他的面積大小 不管他的選民人數 選民人數是10個也罷 是3億人也罷 他都叫小選區 英選名額為1的就叫小選區 而英選名額是兩個以上的 我們習慣上 台灣跟日本用相同的方式 我們大概會這樣分 大概介於2到5名的叫中選區 6名或6名以上的叫大選區 比如說2004年之前 台灣的立法委員選舉 我們當時採取SNTV 我們以後會介紹 就是複數選區 但是非常多投票制 當時我們大部分的選區 都是複數選區 當時全台灣 當時全台灣只有少數的縣市 是單一選區 比如說當時就台東 澎湖 金門 連江 只有這四個縣市 立法委員2004年之前 只選出一名立委 好 這個叫做單一選區 除了台東 澎湖 金門 連江之外 其他的選區都是複數選區 像我們剛才所說的 台北 對不對 英選名額20名 還分為兩個選區 好 台北第一區 台北第二區 各選出10名 然後當時最大的選區叫台北縣 台北縣的話 英選28個名額 28名立委 分為三個選區 可是我們知道的 當時都複數選區 有些名額就是選兩個的 舉例來說 當時台灣的話 像是花蓮 像是這個嘉義市 他們都英選名額是2 選出兩個 那像是這個宜蘭 等等 英選名額是3 還有新竹市 英選是3個立委 那有選出4個的 像南投縣選出4個名額 像當時台中市 英選這個8個 台中縣 英選11個 彰化縣 英選10個 等等 對不對 桃園縣 英選13個 都是複數選區 並且我們剛才說過的 除了少數的縣市 是中選區 像我們剛才說什麼 花蓮 英選2席 這個宜蘭 英選3席 基隆英選2席 新竹英選3席 等等 這個叫中選區 可是除了這幾個縣市之外 大部分台灣的選區 都是選在6席以上 台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這些都是在6席以上 甚至還 在選區裡還要再劃分選區 所以台灣當時的 立委選舉的話 絕大部分 都是複數選區 並且複數選區裡面 大部分都是大選區 都是英選名額 是6席以上的選區 當時在選制改革的時候 當然當時很多人提出什麼 單一選區兩票制 可是事實上原來 內政部的做法 是希望先從大選區 先化小變成中選區 再逐步更改 可是那個案子後來送到行政院 當時行政院院長是 謝長廷就退回 因為當時的政策 他從陳水扁下的政策 就是改單一選區 就是改單一選區 因為當時民進黨估算 單一選區對他們最有利 後來2008年一選 他發現不對 算錯了 那麼無論如何呢 當時的政策就是走單一選區 所以當時中選區 曾經被熱烈討論過 好 是不是要先改成中選區 再改成過渡到單一選區 後來就一步到位 就直接從複數選區 大選區直接跳到單一選區 這是目前台灣的制度 好 所以制度 這個所謂選區的劃分 各位一定要搞清楚 不要弄錯 這是以候選人 應選名額的多寡 那當然我們剛才說過呢 最常見的就是單一選區 相對多數決制嘛 我們所有的行政首長選舉 包含現在立委的區域部分 都是採取這個制度 好 最高票當選 而這個制度 我們下禮 下下禮拜會談到 他的制度影響就是 在這個制度之下 容易走向 各位應該很清楚 叫杜維解法則 走向兩黨制 大部分這個國家 採取單一選區 相對多數決制 都幾乎沒有例外走向兩黨制 那負數選區的部分的話 就是應選名額是兩名以上的 還有當然又可以分為 所謂的中選區跟大選區 但是負數選區呢 在制度設計上 又可以分為幾種不同的類型 在制度的地方 請大家討論一下 可以分為幾乎 成立的地方 請大家看看 所以,如果可以用回合法的考量, 到最后的一omp Tre, 就是, 你看到有点大小, 不要用回法的招待, 就是, 我就用回答了, 我们刚才说明 单一选机制是我们目前台湾最熟悉的制度 所有的行政首长 各级行政首长选举都是如此 当然争议性比较大的像是我们的总统选举 因为2000年的少数总统的例子 使得这个制度在我们的法政学界一直在讨论 如果未来修宪的话 我们总统选举方式是不是要改 那目前来说给各位一个统计资料 目前全世界有91个国家的总统 是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的 那在91个直选的国家里面 有19个国家20.9的比例 91国家里面19个占了20.9% 大概五分之一的国家 是跟台湾一样采取相对多数决 当然如果说以比例的状况而言的话 跟台湾一样采取相对多数决的国家 不算太多 不算太多 只有大概20.9% 19个国家 比较著名的采取相对多数选总统的 包含像是台湾 然后今天正在选的韩国 然后菲律宾等国墨西哥 这是少数几个用相对多数 大部分 我们等一下去介绍 大部分总统选举的话 大概都是用两轮绝对多数 当然最著名像法国 这些国家等等 目前只是说跟台湾一样的 相对多数的是19个国家 20.9个国家才行 那负数选区制之下的话 我们又可以根据选民 请注意哦 选民可投票数的多挂 因为负数选区不是因选民而不止一名吗 可是每个选民可以投几票呢 根据每个选民投票数目的多挂 我们可以又分为这三种次类型 第一种我们说明叫block vote 中文翻译叫全额联记投票 全额联记法或全额联记投票 第二种叫limit vote 叫限制联记投票或限制联记法 第三种当然我们一定要特别介绍的 就是台湾目前立委 虽然改成了单一选区了 但是所有的民意代表选举 从过去到现在 从日本时代到现在 我们所有的民意代表选举 一律采行的叫做 单计非让渡投票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简称叫sntv 那这什么意思呢 我们刚才说过呢 在负数选区制之下 根据选民可以签选票数的多挂 第一种呢 全额联记投票 它的意思是指着 应选名额有几名 每个选民就可以签选几位 比如说应选十名 每个选民可以最多签选到十位 从零到十你都可以签选 你觉得十个人都很棒 你十个人都打勾 你只认为三个好 你就勾三个 五个好你就勾五个 但是最多你可以签选到十票 像台湾举个最有名的例子 台湾的农会选举 农会选举农会的理事 就是采取全额联记投票 假如说一个农会 应选九名理事 每个农会代表 可以从零到九全选 事实上不止农会 台湾所有的人民团体选举 都是采取全额联记投票 包含政党内部的选举 比如说选什么党代表 什么这些东西 过去的话都是采取全额联记投票 我们刚才说过它的 投票方式就是应选名额为几名 每个人就可以投几票 所以它英文名称叫block vote 什么叫block 一块嘛一个区块对不对 一大块要选出十个人 每个人可以投十票这样子 另外呢一种 我们称为叫限制联记投票 所以限制联记投票 limit vote就是有限制嘛 它的概念也很简单 就是指的选民可以投的票数 少于应选名额 选民可以投的票数呢 少于应选名额 举例来说目前台湾一种常见到的 叫做二分之一限制联记投票 这是什么意思 应选十名 采取二分之一限制联记投票 就是每个人最多圈选几名 五名 你可以圈选一个 可以圈选两个 可以圈选五个 都可以 可是你如果圈选六个的话 那就是废票 因为你圈选的数目已经超过了 可以圈选的名额 对不对 所以如果是采取二分之一限制联记投票的话 应选十名的话 每个人最多圈选五名 那如果采取三分之一限制联记投票呢 没声音 你们数学 快点 应选十名 采取三分之一限制联记投票 每个人最多圈选几名 三名 对 这才正确 因为为什么呢 你圈选四名就超过三分之一了嘛 对不对 最多就是三个嘛 所以你可以圈选零个 圈选一个 两个三个都可以 圈选四个就变废票 各位听到的意思吗 如果四分之一限制联记的话 每个人圈选是两名 那事实上在意义上 四分之一跟五分之一意义是一样的嘛 都是两名 对不对 好就是如果十个的话 这是限制 所以换言之就是 选民可以圈选的票数少于应选的名额 但是习惯上我们当然都会用一个比较 比如说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 你不会特别弄个什么 可以圈选什么八分之七啊 什么六分之四点五 你不会用这种的很奇怪 对不对 大概都是什么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啦 那比如说啦 我们以台湾的 所以这个制度其实对台湾也很重要 为什么我们刚才说过 其实台湾目前所有的社团 它的母法叫做人民团体法嘛 对不对 我们的人民团体法里面就规定 所有的人民团体选举 台湾人民团体包含什么 政治团体 社会团体 还有职业团体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刚才所说的 像农会它是职业团体 对不对 各种什么福伦社啊 那种是属于社会团体 对不对 实际公德会啊 然后政治团体 其中最重要就是政党 那么这种人民团体内部的选举 根据人团法的规定 都是采取联记投票 是以权额联记为原则 如果说有会员请求 或者说修改章程的话 得采取限制联记 限制联记的话 最多不能超过二分之一 也就是说你不能采取什么四分之三啊 什么六分之五这种限制联记 限制联记的话最多二分之一 当然你也可以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等等 最多就二分之一 所以目前我刚才说过 目前台湾的农会选举 明年要选了 各位注意看看报纸 明年二月份要选 没事 农会选举都是黑影床床 然后警方非常 检警调都非常警戒 有没有农会选举 那农会选举的话 就是基本上采取权额联记 但如果说有一些会员请求 可以改章限制联记 那就是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限制联记 那目前大部分的话 都还是权额联记为 比较多的一种状态 那最后一种比较特别的情况是 当不管英选名额为几个 每个人都只能投一票的 那就是最后一种 叫做单计非让渡投票 所以我们刚才说 这都是复数选区 在复数选区之之下 英选几名 每个选民就可以宣选几位的 那个叫权额联记 但是英选 可以宣选的名额少于英选名额的 那叫限制联记 像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 那限制联记的一种最极端的形式是 不管英选名额是几个 每个人都只能圈一位的 那就是我们台湾的民意代表选举 现在还是 现在的乡镇市民代表 县市议员 直辖市市议员 像台北市市议员就这样选出来的 就叫做单计非让渡投票 不管英选名额是几个 大安区不管你选几个市议员 这个市林区不管你选出几个市议员 每个人选名就只能圈一票 这个叫单计 当然 这个方面 有一些书籍 尤其是国外的书籍 他不会把这个特别列出来 多半的复数选区里面 他们只会列两种 一个叫权额联记 一个叫限制联记 为什么呢 因为从某种角度而言的话 单计非让投票 它是限制联记的一种极端的形式 对不对 就是不管英选几名 每个人就只能投一票 所以多半的书里面 他会把单计投票 放在限制联记里面说明 而不会把它单独独立出来 那我们当然要独立出来 因为这是台湾的特色 我们就是用这种钱 我们的名义代表 所以我们特别把它独立出来 专门介绍 因为这个对我们而言非常重要 我稍微先说明一下 这个名词的由来 它的英文看起来怪怪的 叫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Single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单计投票 不管英选名额为几名 每个选名都只可以圈选一位 所以它是一种限制联记的一种 极端的形式 那什么叫非让度 什么叫Non-Transferable 就是说我们的选票 好像如果各位以后有机会 像台北市 新北市选市议员 候选人不管他得票的多寡 他只要超过一个基本的票额 他就当选 多的票不能够转到其他的候选人身上 这叫不可转让 所以Transferable就是所谓可转让 所以我们中文有些单计不可转让 单计非让度 单计什么什么 就是不可以转到其他人身上 当然各位或许会问 难道选票还可以转让 还可以转来转去 有 很多国家都可以转让 比如说下礼拜我们介绍 绝对多数里面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 澳洲的 澳洲的投票叫选择投票制 澳洲的选择投票制 它的选票就是可以转让 怎么转让 我们下礼拜再介绍 但是台湾这种 因为对于很多西方学者而言 他们首先知道的是一些国家 像是澳大利亚 像是爱尔兰 像是马尔他 他们这些国家的选票 是可以转来转去的 你只要需要一个当选配额 你就当选了 你多的选票是可转到其他人身上 后来他们发现 在遥远的一个国家 竟然也是类似的制度 可是选票多的部分是不能转让的 所以这个制度是相对于STV 是单计可转让投票制而来的 所以对于西方学者 他们是首先知道的是 single transport vote 像我们所说爱尔兰 马尔他这些国家 后来才发现在东方一个遥远的国家 他的选举制度的设计是 选票不可转让 那个国家叫做不是台湾 是日本 他发现日本是采取一种 不可转让的方式 所以后来我们台湾 因为台湾的制度是从日本这边来的 1935年日本殖民政府 在台湾所实施的第一次的民意代表选举 就是STV 日本从1900年开始 所以这个制度是来自于日本 所以他特别叫做单计不可转让 单计是指的选民只能投一票 不管候选人有几位 不可转让是选票多的部分 不能够转让给其他人身上 我举个例子来说 民国 应该是81年 二届立委全面改选 当时有一个台北市的一个 号称叫政治金童的一个人 叫做赵绍康 每次的高票在台北市当选 市议员 后来被郝伯村的内阁挖去做环保署署长 做了没有多久呢 他就辞官参选 不回台北市 他跑去台北县参选 而那年选举呢 他在台北县 得到了23万多张选票 全台第一 当时立委 我记得台北县应选名额16名 那当然每个人投一票嘛 第一名到第16名当选 赵绍康排第一名 23万多张选票 排16名的那个人叫周伯伦 以前也是台北市议员 他跟赵绍康对干 也跑去台北县参选 调车尾第16名当选 他得票是3万多 所以赵绍康 他的得票是赵绍康的领头 可是两个人都当选 进入立法院里面 两个人都是一票 这怎么各位了解意思吗 其实这不见得完全符合 所谓的对选民而言 他们的选票比重是不一样 投给赵绍康的选民 他是选票比重身上被稀释了 因为他的立法院也是一票 不太符合 所谓一人一票的这个 票票等值的原则 其实是不等值 那当然我们说过 赵绍康一个人得23万票 事实上在台北县 只需要3万多票的当选当时 赵绍康一个人可以让7个人当选 可是他选票有没有办法转 去帮助其他的同党的候选 不行啊 你就23万多啊 多的部分等于偷给他算浪费 后来民众也发现了问题 后来出现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叫做配票 你不需要那么多嘛 配给别人好了 对不对 就配了半天有些人就落选 对这以后我们再谈 复述选去的配票 这非常有趣的 这是台湾的特色 请注意这是我们台湾的 很重要的部分 其他国家没有 就我们有配票 配来配去 所以我们说我们选票不可转让 如果可以转让像我们刚才所说澳洲或者是 那个爱尔兰界国家的话就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 他选票多的部分可以按照比例分给其他的排名第二的候选人身上 就是我们会介绍这很复杂的东西 可是台湾就是选票不管你二三万票也罢 三万票也罢 你的选票多的部分都不可转让 所以我们就叫单计非让渡 或者叫单计不可转让投票 那最后一个地方呢 我这边稍微说明一下 当然各位有可能会想 我们复数选区 应选十个 你可以投十名 可以投五名 可以投一名 有什么差别 各位没想过这问题 当然有差别 他可能造成当选人不一样耶 对不对 他可能造成当选人是不一样的 那么 另外一方面的话 其实这个东西 这个问题我小时候就想过这种问题 这个我记得我们国中 我不晓得你们现在 我们国中的时候那没有什么电视好看 都听收音机嘛 什么中广什么调平台啊 什么什么 然后每个月我记得什么礼拜五晚上 礼拜六晚上那种 什么听众票选 全台什么流行歌曲排行第一名第二名的 那我记得一个时间什么知音世界 好像就礼拜六晚上六远到 八点到十点钟热门时段播出 他每个都要公布本月份 然后本星期国语歌曲排行榜第一名 那时候我小小心里想到一个问题 那时候大家票选怎么样 票选就是每个人 什么听众 明信片有没有 邮寄到中国广播公司 然后把你认为最喜欢的流行歌曲 写一个 记去当然会有抽奖啊等等 对不对 送什么明信签名海报啊 不管 那就是 然后呢每个人统计 那时候我就想一个问题说 那个明信片上如果每个人只能选一个 你写什么周杰伦或写蔡依林 写一个 如果只有一个嘛 你尽管好喜欢好几条 可是你喜欢一个 你就只能选你最喜欢的那一个 可是如果说每个人可以写三个 或每个人可以写五个 统计出来每周的排行榜第一名 不见得是一样的 各位了解意思吗 不见得一样 那好 我们说到这边好了 这是对于选民对结果的影响 而对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政治意义是 这些制度台湾已经算得非常罕见了 我们目前的各级的民意代表 除了立法委员之外 都还用这个制度 全世界非常少 我记得好像只有 好像万纳度吧 你知道那个国家吗 好像快被海水淹没了 那么还有好像是阿富汗 用这个制度 已经几乎过去日本了 日本 韩国 台湾 好巧 正好是中日韩 因为是日本的殖民地 这个制度现在也几乎没有人在使用 台湾的地方民代还继续使用 2014我们的七合一选举 看到所有的民代还是用这个制度 那这个制度呢 这些制度也没有人在使用 非常罕见 过去曾经像英国西班牙曾经使用过这个制度过 现在几乎也都没有国家使用 台湾我们说这对台湾非常重要 无论是这个 好 我们的民意代表 或者这两个 我们的各级社团 像各位以后政治系毕业了 可能比如说你们发现 或者你看到你爸爸妈妈 一些什么参加什么福人社 每次选举的时候 就有个人拿一个配票名单 参考名单叫你们进去选选 好 国民党每次选中央委员选举 每年要改取中央委员 你会发现国民党中央委员要选出230个 采取1 2 限制联系 每个人可以勾选105 115个 你去勾好了 谁认识这些人啊 那都是各种配票名单 有没有 你就带了名单去勾嘛 各种社团我们说过啊 选举都是一个配票名单 这怎么回事啊 这选举为什么会有这种问题 这是台湾的非常重要的 所有的人民团队选举 它的因素是什么 我们简单说它的政治影响 我不是叫各位做坏事 但是这个很有趣的问题 比如说全额联系 我们刚才说的 应选10名 每个人最多可以勾选10位 它是非常有利于派系的操控 简单的说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用个实际例子来说 这里没有数学公司我们不要管它 就用实际例子来说明 假设有某个社团有100个会员 现在选出10个理事 采取全额联系投票 这很简单的case嘛 100个会员选出10个理事 采取全额联系 会员每个人最多可以选选10位 现在有某个派系 他想要10名通吃 10名全部拿下来 这个以后开理事会才方便啊 都是你的人马嘛 对不对 全部都是我的人 你还玩什么 对不对 我不是说那个电影 那么 可是如果你10个里面做了两个 是别的派系的人 你开会去爱手爱脚啊 很多事情就不太能够开诚不公来谈 对不对 因为有其他派系的人做在里面嘛 所以你可以发现像农会选举就是这样子 每次地方上有两个派系 一个派系就是 就是绑那个所谓的这个农会代表的树木 绑了之后呢 然后农会理事七个全抓 开会全部的你的人 如果七个里面做了两个是其他派系的 那你就很累了 谈什么事情都很麻烦 另外两个人都做了看你们那谈什么东西 所以好假设现在有个某个派系A A派 他想要实习通吃 他需要掌握几个会员 在全额联系法之下 他只要掌握1 2加1就够了 这边V代表选票Votes 他只要掌握1 2加1就够了 这什么意思啊 100个会员里面他如果要绑桩 要绑几个 他不需要绑100个 他只要绑51个就够了 各位我们直接想嘛 他只要绑了51个 这51个他会发个配合名单 你们这51个人每个人圈选1号 假设1号到10号 然后每个人都假设没有跑票 每个人都圈选1号到10号 对不对 所以投票结果1号到10号 这51个人每个人都投了这10票 所以每个人至少可以得几票 51票 假设另外49个人 全部被另外一个派系B派所绑走了 他也配合配合名单 叫这些49个人 每个人圈选11号到20号好了 那11号到20号 每个人得几票 49票 最高票的前10名当选 因此这10名全部当选 这些全部落选 各位了解意思吗 在权娥联系之下 一个大的派系想要通吃 他不需要掌握那么多 他只要掌握1 2加1就够了 只要掌握1 2加1 就可以通吃所有的理事 换言之各位明年2月份 你们看看台湾的农会选举 各个乡镇农会选举 现在开始绑装了 为什么 因为现在正在开始选农会代表 某一个人他想要做农会总看事 他想要做农会理事长 他现在开始农会代表选举在绑 假设我们这个农会代表 假设有60个农会代表 我只要绑到31个 选出31个农会代表是我的人 下一届理事就是我的 各位了解意思吗 只要掌握1 2加1 如果各位有心系朋友在地方农会服务 你去问问看 现在开始绑装了 农会代表绑完了 这过去每年每四年发生一次新闻嘛 选举之前2月份要选农会了 对不对 可能1月份这群农会代表集体出游 到什么昆大利去旅游啊 到什么什么地方去旅游都不回来了 投票当天全部从大陆坐飞机来台湾 下了中正机场一个游览车全部带去农会 集体继续投投完集体出来 然后往往在一半高速公路一半就被调查局拦下来 全部带回调查局 争败 昆大利还比较好的 过去我还知道有一次农会选举 一群农会代表集体绑装 绑在什么乌山头水户里面一个船屋里面 住在里面住一个礼拜快疯掉了 绑得很凶 那些农会代表就这样子被绑然后投票 二分之一 只要你绑二分之一 你就会七齐理事 全部拿下 那如果是改成限制连机那有什么玄机呢 假设我们现在采取二分之一限制连机好 我们该做全额连机的话 只要掌握51就够了 对不对 如果现在改成的是LimitVolt 二分之一的限制连机 A派还是想要通吃十个理事 他要掌握几个 他要绑装绑几个 我们上次是政治学不是数学 政治也有数学 他要掌握几个 如果要采取二分之一限制连机的话 A派他想要通吃的话 他要掌握三分之二加一 这边是多少 三分之二是多少 66.7 45入好了 67加一 他要掌握68席 什么意思 A派掌握68席 二分之一限制连机代表什么 实习里面每个人最多全全五位 对 假设A派这个人能够绑到68个 他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我说过这有数学公式 我们现在不用数学公式 我们直接用评估直序的方式用讲 68他分成34跟34 他让这34席四个人 每个人圈选1号到5号 这34个人圈选6号到10号 对不对 然后开票结果 这些人得多少票 假设没有跑票 34票 34 6号到10号 34 34 对不对 剩下多少 假设另外一个B派想要绑装 他最多绑多少个人 B派假设也全部绑起来了 掌握了32 对不对 他B派叫32也不要跑票 全部圈选 那顶多是11号到15号 然后他们开票出来结果每个人得几票 32啊 11号到15号 每个人32票 所以呢最高票的前10名当选 一样这10名全部当选 这些全部落选 可是各位注意到没有 他需要掌握的票数提高了 困难度提高了 本来是51 变成二分之一限制连纪的话变成多少 68 67或68 看那个45如何状况 那个叫高斯福 我不要说那个 那么 如果采取三分之一限制连纪呢 他要掌握四分之三加一 要掌握到76票 第一个各位可以发现 随着限制连纪的比例越低 大的派系想要通吃的困难度越高 全个连纪他只要掌握二分之一加一 二分之一限制连纪他要掌握三分之二加一 三分之一限制连纪他要掌握四分之三加一 各位有没有隐约感觉出 他里面好像有一个公式 如果是四分之一限制连纪呢 你要掌握五分 各位都很厉害嘛 掌握五分之四加一 困难度越来越高 所以很有趣喔 各位可以发现 你可以翻翻报纸 过去国民党统治时期 农会选举全部全额连纪 非常有利于国民党的派系 控制所有的理件事 2000年阿扁执政改革农与会 2001年第一个改的是什么 选举从全额连纪改成二分之一限制连纪 他们在玩什么 玩的外面都不知道 就要玩派系的操控 后来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了 把二分之一限制连纪改回全额连纪 这种报纸不会登这种新闻 报纸每天都要登那个什么 有人上吊啊 有人车祸啊 这才是真正的政治 他们在玩这个 所以你可以翻翻那时候记录 2001年 因为这个行政命令嘛 这个人民团体选举罢免办法 2001年阿扁上台之后 行政命令一倒下来 全部改成二分之一限制连纪 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 悄悄的行政命令又下个命令 改回二分之一 改回全额连纪 你不觉得奇茂考考这个很不错吗 数学计算体 没有开玩笑 真的喔 奇茂考考个数学计算好了 再说再说 那么所以呢这是全额跟 因为他怎么样 这种选举制度非常有利于 所谓的派系操控 非常有利于派系 尤其那种小团体选举 我们像选农会 或各种社团选举的话 你的派系 好 像各位以后实际操作政治的时候 你进入某个社团 你想要拿下理事长的宝座 你如何绑装 如何来布局 或者说我们刚才说过 这个A派 他必须掌握68席 在二分之一限制联系 他才可以拿下全部的 可是呢他假设 他只能够掌握60席 怎么办 他还差了一点点 这个时候假设有另外一个小派系 C派 他说我可以掌握10席 这次会产生什么问题 A派呢就会寻求C派进行结盟 我们政治上不是在谈结盟吗 A派为什么需要C派 进行结盟 结盟怎么样 他们可以进行什么叫 叫做换票 配票 我还提出十个人名单 可是十个人名单里面 我可能A派只有八个 我给你C派两席 对不对 我们来进行换票 你支持我 我支持你 然后我们全部通拿 然后呢 我们席次来做分配 所以所谓的配票 换票 应运而生 所以你看到这个所谓的这个 每次像很多选举里面 内部的选举那种配票换票名单满天飞 就是这个因素嘛 各个小团体之间的一种结盟的关系 合作的关系 政治就是谈这种结盟关系嘛 然后就很多配票换票情况就应运而生了 好 这是很多 各位注意到以后观察一些 人民团体选举的话 这种情况非常普遍 好 我们今天先上到这边 下礼拜我们当然要介绍 我们台湾最重要的就是单季的 非常的投票 好 我们今天上到这边下课 好 我们今天下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